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剛發明的笑話 前幾天就在想 這直至梗今天終於鋪好了 所以你們今天有一個心出爐的笑話 那個大概聽過三國的故事 都知道其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孔明 灰類斬馬樹 對不對 然後就有人問孔明說 你幹嘛那麼難過呢 孔明就說因為我一直以為他叫馬雞呀 好吧 有人笑得很開心 謝謝你 如果能以孝誠來決定你們這學成績 剛剛那同學是最高分 怎麼寫的啊 我講這笑話是因為根據個人的經驗 我小時候一直認為是孔明灰類斬馬跡 我一直到前幾年 然後有一個學生說老師 那孔明灰類斬馬樹 我說殺錯人吧 馬跡吧 我們兩個在那邊討論到底殺的是誰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這個梗要怎麼鋪 所以剛剛鋪好了結果顯然 各位都沒準備好 我再講一遍 好吧 好啦 這個也許看的人裡面 會有人笑到翻到地上 曹昌這個上課呢 其實就在找那個知己 你知道嗎 尤其講笑話 就在找那個笑點很低的人 我們這一學期 要上開放式課程大家都知道 開放式課程都要有一個logo 有一個icon 就到底要怎麼樣來顯現這門課 很多老師都擺自己的照片 我想我擺自己的照片 那就七月辟邪而已嘛 我最不喜歡就擺自己照片 那怎麼辦呢 我就跟這個助理說 我上次也說過 我說你就去照一張那個點滴的照片 就放在這幽默社會學上 人家一定會覺得 這是什麼醫療保健簡介嗎 當然不是啦 對不對 你們都上過這個課都知道 如果有人就問你們說 為什麼那門課的那個icon 是一個點滴的照片 你就可以解釋給他聽了嘛 懂嗎 幽默就是要解釋給他聽了 懂嗎 他說哦 這樣 那當然也可以放一張笑臉的照片啦 這就太直白了吧 懂嗎 那個層次 我也想到就有點low這樣 如果各位對於這門課的icon 有任何建議 歡迎你提出來 我的建議就是照點滴照片 可是助理說很難找到那個照片 所以有人等一下 如果要去醫護室的話 請你在打針之後照一張 自拍也可以 照一張點滴照片 我會把它放上網路這樣 變成我這門課的icon 就順便說一下 好 那我希望這每個禮拜 我都能發明一個笑話 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不容易做到 各位不要以為 我國光這個斬馬術這件事情 想了好幾年 從他講完以後想了好幾年 今天終於想到一個很簡單的版本 結果效果顯然不太好 我回去研究一下 好的 那這個就 各位都有採集笑話嘛 我們來看你們採集到的笑話 大概是什麼樣的笑話 應該會比我的好笑 你們採集到的笑話呢 記住啊這個作業不是採集十二個笑話 這個詩問三個人 這作業講得很長 是因為所有的用意都在 所有的魔鬼都在細節裡面 可是有魔鬼一定有上帝啊各位 有上帝也有亂七八糟的東西啊 懂嗎 有魔鬼有上帝一定還有別的 比如約伯啊之類的 又沒人笑啊 你們的聖經知識那麼差啊 哎呀 哎呀 我真是啊 糟蹋啊 就是上天派我來 這樣子受你們侮辱的這樣 我講話都很好笑耶 好嗎 好 那所以不是這個故事 不是十二個笑話而已 希望你講出問三個同學 三個同學講出三個笑話 你略為分析一下 這有什麼原因 略為分析一下 你總要學嘛對不對 然後你自己再找三個笑話 好 所以這個作業原意是這樣 完整版是這樣 如果你只列了十二個笑話 這個作業基本上你是沒達到 沒達到原始效果 至於這個笑話好不好笑 不是你的責任 不是你的責任 懂嗎 像我剛剛連那個笑話都講了 裡面也沒幾個人笑啊對不對 全班一律不及格嘛 這還有什麼問題呢 老師講這樣就是很low的你知道嗎 老師用分數來略學學生 是全世界最low的 所以剛剛那句話純粹是笑話 請大家不必笑 有不必笑的笑話 懂嗎 那就是其中之一 好嘞 這個做笑話是這樣子的 我不會講名字 所以各位放心 一 學弟A的笑話 所以你的學弟是A 那也是Z嘛 請問一加一等於多少呢 B就回答 二啊 那請問一加一加一等於多少呢 B就回答 三啊 到現在為止聽過了幾首 我不要打算講完 好 不多啊 我們看一下 你這一集可以學到很多笑話了 你們這很多是超的 孫老師都是自創的 好 那一加一加等於三 那請問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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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於多少呢 B說哎呦好難喔 A就說這就是團結的力量 各位你會慢慢發現你們的笑點在哪裡 好吧 這個同學你發現你的笑點 我看完這個時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該怎麼反應你知道嗎 好 所以你知道就慢慢我們第一堂課的 每一堂課一開始就開始實踐笑話對我們的影響 每個人不太一樣的還在笑啊 不會吧 還真的是回聲啊 哎呦 你笑那麼久啊 好學弟A的笑話 第二個也是啊 小明每天一直都叫 見見見見見見見 到現在為止聽到聽聽過這笑話請舉手 你看不多耶 奇怪耶 我都以為你們都在網路上看過 於是他媽媽就帶他去看給醫生看病 醫生啊 這小孩從昨晚就一直喊到現在 這到底是什麼病啊 到現在為止已經知道答案請舉手 哎 不多 天啊 好 醫生很嚴肅跟他說這叫做罕見疾病 你看笑聲音比較多了吧 罕見疾病 好 同學要訓練一點智慧的嗎 這堂課將來結束以後 你們只要人家開口講第一個字 你就馬上搶答案你知道嗎 你就把答案搶出來給他聽 少很多人的信 你這到職場做事千萬不能這樣 你老闆開始講 你就準備好那心情要開懷大笑 你知道嗎 笑說我怎麼那麼慘啊碰到這種笑話 老闆你好好上不上幽默社會學吧 老師有錄影的 你去看一下 你這第三集就出現過了這樣 學弟A的笑話 小美有一天到大賣場 停完車以後搭了一個很大又很黑暗的電梯 準備要上樓 此時賣場人員推著貨物進來 小姐這是貨梯你要去對面搭客梯哦 知道小姐怎麼回答請舉手 哎喲 你寫兩個 哎喲 你已經知道兩個了 你蠻厲害的 是不是你剛剛好 小姐說沒關係因為我是賤貨 這個顯然沒有剛好笑嘛 所以賤人就是矯情嘛 大家都知道 好他說因為這個分析這同學不錯 學弟本身是活潑愛開玩笑的人 平常喜歡跟別人聊天 也常常舉辦戲上活動 同學之間彼此喜歡鬧來鬧去 所以很多或耍笨 或嚴於別人的故事 還好你沒說學弟就是做貨梯的人 學弟可能戴帽梯而已啦 哎喲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各位同學 我看今天一定不會有人要求加選這樣 加簽 老師我要加簽 不 老師我可以退嗎 現在退還拿全額的呢對不對 學姐A的笑話 學姐了哈 A說你為什麼拿飲料都要拿後面那罐 知道下一個答案的請舉手 還用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不得了 你們兩個現在就可以給你們最高分了 好啊那你紅衣服你說一下答案是什麼 你連五八折都一模一樣 連創意都沒有嗎 你不會說八五折嗎 五八折 這笑話是你發明還是你看到了 看到就五八折啊 講笑話的時候既然是數字就改一下吧 對不對 不是都是第二件六折嗎 五八折呢這怎麼算呢 好 學姐A的笑話 有一天火柴洗完澡以後 這看這我知道 在出浴室時就滑倒了 他就摸摸頭說還好是濕的 這個哈這笑話一定是美國笑話 因為台灣的火柴 你就聽不懂了 美國火柴 到現在還是吧 我已經好久不在美國了 美國火柴就拿了以後 你就在那牆壁那邊一滑就 就就著了 台灣火柴是要拿那火柴和旁邊那樣 對不對 現在你們可能很多人用打火機也不用火柴 大家就不知道 所以那個火柴滑倒 為什麼會覺得還好是濕的 台灣的火柴跟這沒有關係啊 懂嗎 台灣火柴你只要不在那火柴河旁邊那樣 啥啥啥啥 你是不會著火的 所以這個我發現這是美國的笑話 移進來的 大陸火柴怎麼樣不知道 這次去沒發現 大陸火柴怎麼樣 有沒有交換聲講一下 有沒有知道火柴是什麼 跟台灣一樣嘛 對跟美國的不一樣啊 有美國來交換同學嘛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還是這樣 就是 還是一樣的嘛 就跟台灣的不一樣嘛 再強調畫一下就行 所以在美國你千萬不要把火柴擺在口袋裡 男同學不要說我沒教你 不然你回來以後講話聲音怪怪的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學姐A的第三個笑話 有一群雞蛋在排隊 我只要講這個 現在知道下面是講什麼請舉手 只有露營的學姐知道 你也知道啊 好 第一個雞蛋就問第二個雞蛋說 欸你看最後那個有毛 這我就知道了 知道請舉手 好吧 最後一個有毛 你還不知道這什麼笑話嗎 第二個第三個說 為什麼最後一個有毛 就一直問下去 最後那個就說 知道請舉手 啊多一點了 因為我是奇異國啦 好那我有一個發明笑 很早以前發明 說荔枝啊 從美容院出來以後 他就變成什麼 紅毛丹 這你不要是不知道紅毛丹長什麼樣 也不知道荔枝長什麼樣 你就不知道我這梗在哪裡 上網去Google一下 紅毛丹長什麼樣好不好 荔枝長什麼樣 你知道嗎 紅毛丹就是荔枝長的那種 捲捲捲的毛 你知道 我現在要依同學上課 校幾次來決定分數 不然其他都要五八折這樣 還有另外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幹嘛都不做搖滾區呢 是怕我噴口水嗎 還是這個票本你都沒買到呢 太貴了嗎 奇怪耶 以前我的課都是前面做很多人 然後後來慢慢的就變成蠶食精吞 你知道就把兩邊做很多人 做摸字型的 然後現在你看前兩百沒人 就不知道該笑還該哭 好 他覺得學姐個性比較悶騷 同學不太好講話 你看我沒有把名字講出來 你名字講出來你明天不要做人 你可能今天都活不過 但是熟了以後呢 是個蠻善良可愛的人 我剛剛還在想雞蛋 我想熟了以後不就變 所以笑話都偏向可愛冷視笑話 另外可能因為玩色彈 常常需要迎新活絡場面 所以會收集這類可愛笑話暖場 性質也比較少揶揄的 分析得不錯 好第三個 隊友A 隊友 隊友A的笑話 這有一個人名 我怕因為是真的人 所以不敢唸出來 某某某問他的隊友 我作業需要 告訴我一個笑話 朋友就說 你變瘦了 這有那麼好笑 好不好 這可能是某一類的笑話這樣 隊友A的笑話 某某某 同一個某某某 問他的隊友說 我作業需要告訴我一個笑話 朋友說 你變白了 隊友A的笑話 某某某某 問他的隊友 我作業需要告訴我一個笑話 我覺得這個蠻有創意的 對的 朋友說 我變胖了 你看你的笑話越來越糟糕 你知道嗎 只有第一個人是你的好朋友 其他人你要考慮 要不要跟他交往 隊友A的笑話 有四個 有一天小明回家時 這個講過了 哭著跟他媽媽說 知道答案的情緒是 小明回家時哭著跟他媽媽說 媽我不要想當風箏 為什麼我是風箏 知道的情緒是吧 這是兩三年前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的笑話 兩三年就過去啦 你們就沒有人知道啦 就說這幾位 好放下 謝謝你 為什麼我是風箏 媽媽就 小明乖 你就是風箏嘛 小明哭著跑出風箏 我不是風箏 我不是風箏 然後他就飛走了 還有同學笑才有回音的那樣 蠻好的 這學期我會很快樂這樣 事情發生在球隊屬訓之後 加上跟隊友感情還蠻好 可以互相打鬧 故意說幾個冷笑話取笑我 我想你們的這個隊 大概成績不會太高對不對 彼此每天見面生活經驗相似 這樣約於很能使人會心一笑 祝 因為屬性很苦 經常要吃很多補充體力 所以其實身材反而容易變厚實 胖就胖 講厚實真是含蓄 加上每天下午都在操場上 曬太陽練體能 所以不太可能白也不太可能瘦 好 他講我的笑話他自己啦 有個人去動物園看獅子 叫獅子吼一聲給他聽 獅子很柔弱的喵了一聲 他再叫獅子多叫一聲 還是喵 他問獅子說為什麼 知道答案請舉手 最後一個是答案 沒有人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 獅子說 因為我是娘娘腔啊 這侮辱到娘娘腔是危險了 這是同學寫作業跟本課程無關 本課程尊重性別平等 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亂學 好我的笑話 如果有人從十樓自殺跳下來 我們會聽到 啊 碰 如果有人三樓自殺跳下來 我們會聽到 碰 啊 我顯然學得不太好 不過這種笑話蠻黑色的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二樓 跳下去之後說 哎呦 大概是這樣 不會有碰的聲音 十三我的笑話 有三個人要拜某人為師 條件是要拿著火把穿越山洞 但是不能說話 三個人在經過山洞的時候突然一陣風吹過 火把就熄滅了 第一個人就說 啊 火滅了 第二個人就說 不是不能說話嗎 第三個人就說 好險我沒說話 我的第一個笑話要反映的是 有時候笑話是充滿偏見跟刻板印象 我都忘了你第一個是什麼 謝謝你 你的記憶真好 我只記得第二個 跳樓的那個 尤其很多美式笑話都會開族群或性別笑話 真的是 必須要有這種先入為主觀念 才能反映出笑話的好笑之處 有時候笑話很殘忍 我們會教到 一般人聽了不自知 但修過社會學的課 擁有了社會意識後 便能夠辨別出其中的刻板印象 有的人念完了也沒影響了 第二跟第三個笑話是講說 笑話有時候反而必須相當出人意料 是易於嘗試思維 才會產生好笑的感覺 至於什麼原因 反正這月期你有一學期可以去學 謝謝這位同學 寫得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上課 好像大家不太願意上課 好啦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 大概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跟歷史有關的 歷史上的這個跟幽默 或者跟校有關的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呢我們上孔子 為什麼上孔子呢 因為大部分人都覺得 蛤 孔子有幽默 大利馬好 蛤 孔子有笑話 大利馬好 覺得這些偉大的人 好像都不會笑 偉大人就跟某些國家的領導人一樣 是從來不笑的 穿的衣服都一樣 連領帶都一樣 連佔的知識都一樣 這有些國家領導人 那有些國家的這個政治度差那麼遠 領導人也都差不多 頂著領帶顏色不一樣而已 每個領導人呢都擺在 除了美國領導人之外 美國真的是一個奇怪的國家 美國是帶全世界所有例外之例外 其他國家領導人都很嚴肅的 都很嚴肅的 好 那所以孔子的這個呢 是因為歷來大部分人對孔子 就有兩個很極端的立場 一個要不然認為他是聖人 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聖的 另外一段人就認為他呢 就是把這個全中國的文化 給搞壞的一個人 所以把他恨得要死 從民國初年到現在 這種遵孔跟反恐 中國人是比美國早反恐太多了 美國九一一才反恐 中國人從民國八年就開始反恐 反而很厲害 所以我們對世界的反恐 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感到驕傲 那這個孔子呢 就一直到今天都還是這樣 我們在台灣呢 中國大陸在文革期間 批林批孔把孔子講到非常不堪的地步 所以那一代人基本上對孔子 是沒有好印象的 我們在台灣呢 那時候叫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把孔子搞得太過神聖 基本上也沒有好印象 所以你過度捧一個人 跟過度蹭一個人 沒有把他放在正當的場合 或者平心靜靜來看 你都很難造成人跟他發生 比較親密的這種連結 你很難去relate 說哎呀他也是個人 我也是個人 哎呀他是那麼有趣的 我可以跟他學什麼 所以到今天只要一講到孔子 或儒學或什麼相關的概念 很多人就覺得迂腐啊 今天你要穿一個唐裝起來 講孔子 人家就覺得 哎呦你是算命的你是怎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那個 所以我想用這個來證明給你看 有時候我們對孔子 或對任何聖人的看法 反映出我們的知識程度 或我們智慧的程度 我們智慧第一看別人都差 我們智慧高 看別人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所以這是我要講這門課 第一個就講孔子的原因 另外一個呢 是我的另外一個專長 叫聖哲社會學 我開過兩次 孔子這門課 孔子社會學的研究 這也是一門課 我也開過兩次 那我都希望扭轉 從社會學的立場 不是從傳統國文課的立場 或中文系的立場 或歷史系的立場 都不是 我想從社會學的立場 來告訴來看一下 孔子這個人跟他的思想 跟我們當今的關係 那這門課因為是講 跟校或者幽默有關 所以特別挑出這個部分 那挑出這個部分呢 我知道有些人會很認真的看 所以呢我講義裡面 打了很多字在裡面 但是上課在上課的時候 我不會講那麼多 我不會講那麼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有些同學看白話文 看白話文已經透過了 別人的解釋 營養成分是否流失 你自己知道有一點準備 這樣好 那一個部分是講到 孔子的出生的年代的問題 出生年代有兩種說法 差了一年 死亡的年代是完全沒有差的 所以孔子多少歲 就看你怎麼算 只差一年沒什麼太大關係 過幾天9月28號 就是孔子的誕辰 我們在台灣 是9月28號是孔子誕辰 中國大陸9月10幾號 就已經是教師節 我們的空彈已經教師節 所以我們海峽兩岸 在有些地方不太一樣 我在9月10幾號的時候 就接到大陸的同學 發這個WeChat給我 祝我教師節快樂 祝得我一頭霧水 我想我們不是在同一個時區嗎 我們不是在同一個 國際歡日線上嗎 為什麼他過得比我快呢 我難道穿越回來了嗎 後來才發現 他們的教師節 跟我們的日期是不一樣 然後論語呢 基本上我們講 從論語裡面 因為孔子在很多文獻裡面都有 不同的文獻 把孔子記載成不同的樣子 你要去看莊子 孔子基本上在莊子書裡面出現的時候 是個非常不堪的人 那其他就更不用講了 那這個論語不是孔子自己創作的 孔子沒有創作 那孔子論語呢 是靠學生的記載 輾轉流傳下來的 那孔子是魯國人 魯國呢是現在山東 那現在山東是一塊一個省 那魯國呢 當時跟齊國是對幹的 不是好朋友的 號稱兄弟之邦其實都打仗 所以魯國跟齊國呢 各傳了一本論語 叫魯倫跟齊倫 魯倫跟齊倫以前有分別 現在我們也搞不清楚 哪一本是魯倫 哪一本是齊倫 然後呢在魯倫跟齊倫之外 又有本叫古倫 古倫 那這些書呢 到了漢朝的時候呢 就被有一個人叫張宇的 不是唱歌那一位 他歌唱得好聽沒問題 叫張宇的人呢 他就把魯倫齊倫古倫 就合併起來 就混在一塊 然後又經過了鄭玄這個人 做了註以後 就變成現在倫語的風貌 所以哪裡是古倫 哪裡是齊倫 哪裡是魯倫 就完全搞不清楚 就完全搞不清楚 所以倫語是這樣編成的 倫語是這樣編成的 所以倫語裡面呢 到底展現了誰的思想 誰是希望這樣編的 這裡面其實是有問題的 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倫語的編成 那倫語的註解 因為不同世代 對於不同的詞彙 還有他的意涵 可能不太一樣 倫語裡面 最惹爭議的到現代 最惹爭議的一句話 就是 為女子 與小人為難養也 敬之則不悅 怨之則遜 敬之則不遜 怨之則怨這樣 這女子跟小人 你很難討好這兩人 你跟他太接近了 他討厭你 你跟他太輸遠了 他討厭你 反正就是討厭你 女子跟小人 男男取悅 如果有同學 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的男同學 有時候特別感受 你還特別感受 你要結了婚 有了小孩 那你才真感受呢 我每次都說這句話 一定是孔子啊 如果是他講的話 這句話一定是孔子 正在忙的時候 小孩在哭 然後太太在討菜 然後這個太太就說 你兒子啊 你管管你兒子啊你 你別只顧著你的事啊 這樣孔子就 嗨 女子也小人 你不覺得這樣就很可愛嗎 夫妻吵架 這句話就很可愛 如果這句話是孔子正經 正經為座坐在那兒 然後說 我告訴你們啊 你們這些男弟子 沒有一個女人是好的東西 我們全部出家算了我們 別跟小人來 我們是君子 你能想像這種 這種荒謬的劇情嗎 跟荒謬的場合嗎 我覺得第一個還比較接近呢 那第一個是人做的事情 第二個那是惡搞的戲劇的事情 你自己去想 所以我從來不從那個方向來想 我們以前一個老師說 古書也有講 書讀百變自通 你真的不必讀註解 註解讀完你 你不知道人家在講什麼 論語裡面一個最有名的人 被老師罵到臭頭人 叫宰我 或叫宰宇 宰宇的英文名字 大家就知道叫Kill Me 宰我Kill Me Kill Me呢 有一天驟琴嘛 對不對 光驟琴什麼意思 哎喲 這都吵到不行 說驟琴就白天打瞌睡唄 說哪是啊 那個驟啊 琴啊 是表示他在那個 他的房間裡面 在那個牆上畫畫 我靠 塗鴉了我 從那白天打瞌睡 到晚上到宿舍塗鴉 你說這這解釋 有興趣你就看這解釋 就反正後來的很多學者 就製造作文章的機會 無聊到必 以前我上孔子的社會研究這門課的時候 叫他們一定要去逛孔廟 逛孔廟的作業之一就是跟 去看一下宅我到底擺在哪裡 這個孔子那麼討厭的學生 是不是擺在離孔子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 我不要再見到他 這是作業之一 我這次今年有兩次到大陸的機會 一次到區府孔廟 最近一次到北京的孔廟 我都去找宅我到底在哪裡 這功課也是我自己的功課 我發覺宅我都在那個地方 都在那個地方 這就是那首歌嗎 我一直在這裡從未走遠嘛 什麼之類的 蠻好聽的一首歌 所以各位同學 如果老師罵你的話不要太難過 老師罵你是因為老師愛你 不要因為老師罵我 他不喜歡我 再不要修他這門課了 他討厭 別這樣別這樣 大學生有點程度OK 老師罵你 是老師沒風度 但老師喜歡你 懂吧 不要離老師太遠 不然中秋節老師就沒有禮物了 由公然所惠 對不對 好啦 那這個 我要講什麼 那個有一個外國人 先寫一篇文章 我就看到他文章得到了啟發 得到啟發以後 我就自己去看論語 然後選出這些來 然後這次做講義呢 我還特別注意到哪些他也引用到 哪些他沒引用到 哪些他沒引用到 不然人家說 你偷操人家的 我受到他啟發 絕對沒有偷操他的 哪些是我看得出來的 哪些是大家都看得出來 哪些是他看出來 我沒看出來的 所以這邊有一段英文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是十六頁的下面 那接下來呢 這個很多人都喜歡 枯手孔子 不是你們 枯手不是你們這代人的權利 OK 古代人只是不用那個漫畫的方式 枯手最厲害的是林語堂 我們的幽默大師 我們今天會講到他 他有一個劇本 叫做《子見男子》 男子呢大概是論語裡面 出現的女子 有名字的人 裡面還出現了孔子的哥哥的女兒 跟孔子的女兒 他把他嫁給公也長 嫁給誰這樣 那這個都不重要 那男子呢 是在這個論語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篇 因為孔子的弟子 懷疑我們孔老師 跟那個女人 有不甘不敬的關係 孔子為這個呢 還氣到發誓 老師跟學生發誓 你想這個誤會有多深 這個誤會是千萬 絕對不能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沒有做到我說的事情 我死 我跟你講天上有天 老天爺就把 用個雷暴劈死 中國人最喜歡 把老天爺來用雷劈死 這就是不發明避雷針的結果 你知道嗎 這樣可以劈死不少人 你發明避雷針 很多壞人就活下來了 真是 完全不了解老天爺的用意 發明避雷針幹什麼 對不對 每次一下一打雷 馬上就幾個壞人死掉 當場避命 對不對 嘿 我會不會講得太 Dramatic 還好 那就好 不好的話你們就走吧 反正有錄影 回家可以看 好那接下來就是講到 論語的笑了 在17頁那裡 這一段說紫下文約 孔子弟子叫紫下 說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術以為獻兮 何為也 什麼意思啊 讀詩經不懂 子曰惠釋厚樹 我跟你講 這個詩門高來高去 你都聽不懂啊 他說畫畫 要厚樹 光這厚樹呢 就有不同的解釋 完全相反的解釋 一個說畫畫要先白的 然後再把彩色畫上去 又說不不不不不不 要先畫彩色的 然後用白的 把那個彩色地方給勾勒出來 所以樹到底在前還在後呢 不知道 厲害吧 中國歷代讀書人就會搞這個 你都聽不懂啊 我都聽不懂啊 好啦 所以惠釋厚樹那麼簡單 四個字 惠釋沒有問題 厚樹什麼意思 不知道 好啦 不過說重點不在這裡 然後呢 然後這個學生說 喔老師你講我懂了 所以李厚乎 所以李是要後來在做的事喔 蛤 不是在講畫畫嗎 這學生不得了 跟老師中間都跳躍你知道嗎 就像有些很聰明的學生做證明題啊 對吧 我就那種傻傻的 一定要展開方程式啊 我就那個東西 那很多學生就砰一下就跳到答案了 你也不知道他真的會還是他 李厚乎就是這樣啊 中間應該有說 那在人生的生活上面 李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先怎麼樣然後才做的呢 指曰其餘者商業 老師也沒回答 說哎呀真是啊商 商就是指下的這個字 說哎呀商啊這個學生 真是啟發我啊 那是對還是錯呢 十可語言十也 哎呀要是談詩就要跟你這種人談啊 那巧笑千禧的校旁來去了 就不見了 一開始有個笑啊 巧笑千禧沒發現說 哎呀他笑得真好看 千禧就笑的樣子 沒發現哎呦他眼睛長得真漂亮 那眼睛真的勾魂啊 然後怎麼來一段素語為喧息 那吃素好還吃婚好 不是有就差題了嗎 我覺得蠻好笑的耶 這完全不是那個脈絡耶 然後又不是從畫畫變成到李耶 然後又說哎呀你這個人可以講李耶 lost in translation totally lost 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所以歷來都有解釋啊 你有機會你慢慢去看 看了以後你如果頭昏 請大家休息 不要一直硬看 另外一段 只問公屬文子 公屬文子是另外一個 我在underline 通常就是古代 就是不是古代 五世以來認為人名號 問公民古 公民古是公屬文子的一個下屬 說信呼 信呼當然不是指信樂團 或者五月天的那個信阿信 信呼啊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呼 聽說你們家老闆啊 也不說話也不笑 也不拿人家的東西 有這回事嗎 公民古對約 這個真會講話 公民說以告者過言 哎呀這是人家亂說的 哪有那麼誇張呢 過他有超過 夫子我們家老闆呢 這不是孔子 這夫子是我們家老闆 我們家老闆食然後言 是該什麼時候講話 他什麼時候講話 人不厭其言 他這樣人家就不會討厭他 像你們老師坐在台上這個人 就常常不知識 然後就亂言 被人家討厭 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 一然後取 該拿的就拿 人不厭其取 你看把老闆講得多好啊 人家問說 哎呦你修孫老師的幽默社會 這門課怎樣啊 哎呀這門課該笑的時候笑 該嚴肅的時候多嚴肅啊 哎呀這真是一門好課啊 你跟人家講 人家講說 齊然 齊齊然乎 說是啊 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台語就說 可能嗎 不至於吧 哪那麼好呢 你們夫子 就是他不相信啊 你把一件事情講得太好 那個人根本就沒這個經驗 或沒這個 就講齊然齊齊然乎 到現在你還這樣講嗎 那門課很好嗎 哎呦那門課不錯啊 嘟嘟嘟嘟嘟 真的嗎 一乎無所聞 我聽到不是這樣的啊 這不就這樣的嗎 所以公俗文子跟公明古 所以這孔子幽默的地方 他也沒說你撒謊啊你 沒有啊你下屬當然替老闆講好聽的話 那你知道老闆做了什麼事 歷史上就是查記載嘛 如果有記載那還可以 接下來這一段 是我幾乎跟所有人都不一樣的一段 很多人還氣著我說 你根本就亂講 好呗 那我們來 來談一下 我這個詩門呢 是強調一經解經 你解經的時候要經的經驗 我呢 覺得一經解經是一個程度 在一個程度叫 一經驗解經多一個驗子 為什麼 我就來解釋這段 我當老師的經驗 我知道這樣的情況是這樣的 各位聽聽看 你要是去問你的國文老師 歷史老師他一定告訴你 那人胡說 我們就聽聽看 好吧 我雖然不信胡 但是也不知道胡說的地步 好這孔子幾個弟子啊 子路啊 曾希啊 曾希的兒子非常有名啊 叫曾森啊 然有啊 阿公西華 常常論語裡面還出現 曾希 只在這裡出現一次 唯一的一次 但是我說過 這應該不是孔子記載 所以為什麼這個人 只出現一次 而且唯一的一次 很多人不去在乎這個問題 他在別的書裡面有出乎點 在論語就沒有再出現 這人四座 就是有孔子在 這幾個人在旁邊 有人說處著 在唐朝以前 中國人是沒有椅子的 跟日本一樣 就跪在地上的 會跪在一個台子上 沒有椅子 不像各位有椅子坐著 沒有啊都跪著 或者有人就處在旁邊 像翁仲那樣子 懂嗎 活翁仲 孔子在啊 弟子都不敢那個 哪像現在 老師站著 學生全坐著 這根本就反了嘛 孔子一活著 哎呀 你老師真多啊 這位同學 同學是我 因為你們都坐著 我四座啊 所以現在我也坐著 我坐著比各位高 孔子再來 就知道我是老師了 懂嗎 好孔子就說 以無一日長戶而誤無一 哎呀不要以為我 只給我大了一天 別這樣別這樣 我想 老師你比子孺大九歲呢 哪是一天了 你就開玩笑 居則曰 你不要平常就說不無知也 老師都不了解學生啊 老師不懂我啊 老師啊都忙啊 如獲知耳 則何以待 這個知耳有人說 不是老師知不知道你是誰 不是這個 說知道你還用你 就是你的長官賞識你 社會上有人覺得你 你是個可造之才 請你去做事 在孔子的時代 請你去當官 請你去管理一個小城 或管理什麼 如獲知耳 則何以待 那你要怎麼做 你就千萬別說 別人都不了解我 別人不知道我有多財 直如帥兒都曰 直如是在孔門裡面 非常魯莽的一個人 帥兒就是 老實話還沒講完 他就搶第一啊 拔頭香啊 曰 他說千聖之國 別忘了他也是大弟子啊 他是小孔子九歲 還傳說他曾經靈抱孔子 靈抱孔子就是霸凌孔子的意思 一個學生曾經對老師這樣 不知道靈抱到底什麼 靈抱到底什麼意思 這很可怕的 你們哪一天靈抱我 然後我還來上課 這很慘啊 鄭大有個老師 不教媽寶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有勇氣啊 我不教的就是會靈抱老師的人 靈抱咧 靈抱 靈抱就是靈抱 有香港跟新加坡人 說你常常講那話我們都聽不懂 你是不是該加個字幕 新加坡應該聽得懂嘛對不對 You are very lucky 開個玩笑 開個玩笑 好 這是為新加坡的人特別製作的一段 千聖之國聖子馬車 這個國家很大 有一千聖馬車 涉乎大國之間 可又不是大國 加之於失旅 要打仗的話 因之間這個國家還窮啊 這邊還鬧飢荒啊 有也有就是指路自己了 這裡忘了畫一個呢 有也為之 筆跡三年 我只要 只要用我的話 我用三年 可使游泳 我可以讓老百姓都游泳 我可以叫他們打拳 我叫他們打仗 且之方也 而且知道將來怎麼做 三年 好了 夫子省之 這是歷史上最神秘的微笑 比蒙娜的歷史上 還要神秘的微笑 就夫子省之 空老夫子就 我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省 他就省了一下 這省什麼意思 歷來著解 有說大笑 有說笑 有說微笑 有說露齒笑 我靠 孔子到底笑了幾次啊 被說成這樣 哈哈 神經病 好省之 然後呢就轉向這個燃有了 曾希就被跳過 不要忘了這個順序很重要啊 曾希原來在排第二的 現在跳到求爾和如 那曾希在幹什麼 你馬上就知道 求爾和如 那你呢 求 對於 哎呦 學長都說千聖了 你當學弟的人 你說我萬聖 你這個師門就沒個樣子 懂嗎 學長說千聖 就是說當六七十 連百都不到啊 六七十啊懂嗎 謙虛啊在學長面前 一定要謙虛啊 這樣學長他會提拔你啊 不然的話等出了師門 學長就靈抱你啊 小心啊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孔容讓離了吧 這孔容讓離 你不讓離你試試看 他老哥不凡打到昏才行 所以大家有的經驗以後 就孔容讓離了 懂嗎 所以有時候是很悲慘的故事啊 這校園 校園八零百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五六十也可以 這都很小的地方啊 求也為之 筆記三年 學長講三年 我也講三年 講六年就太誇張了對不對 唸完小學了都 筆記三年 可史民 竹民 老百姓吃得飽 中國人啊 真的是啊 中國近代歷史啊 我父親那一代啊 中國人的那個領導人 這一個目標 就讓中國人吃飽飯 現在你現在聽起來很荒謬 我父親說那個時候抗戰 沒東西吃 我父親是河南來的 有1942那種人天災人禍打仗啊 那很慘啊 這活生餓死人 我從小聽我爸講 我都不知道那什麼意思啊 你現在看這電影 我都不敢看這電影 看了我覺得好難過 總而言之啊 所以現在 現在中國人 不管在台灣在大陸 有講說 我的政治的目標 就是讓中國或台灣 沒人餓死 這笑死人啊現在 現在都在減肥了 還有人餓死嗎 很少啊 我也很注意餓死人的新聞 好總而言之回到這裡來 柯氏竹民如其禮悅一世君子 我只能讓他吃得飽 禮悅這種事情我沒辦法 我沒學那麼高深 那個學長可以 我沒辦法 這是求 然有 赤爾和如 孔子聽完 你想當老師的那個心情 老師希望學生比老師好 教出來學生一代不如一代 老師乾脆上吊自殺 教師節切腹正好 而且還尾一度拿去賣 可能還 不然你看 現在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當老師 如果教不出超越自己的學生 我們教學是幹什麼 我們教學不是讓人類毀滅嗎 教學就是要教超越自己的學生 我們人類才會不斷地進步啊 我們老師受著老師時代的限制 你們就要超越我們這時代才有未來啊 你們都在我們的羽翼之下 都在我們的範圍之下 你能幹什麼 我們都解決不了我們當代的問題 你還要在我的羽翼之下 那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 所以我跟研究生說 你不知道嗎 我當老師是來訓練我的敵人了 訓練我超越我的那個人 不是訓練門徒的 訓練門徒 就沒希望了 好啦回來這裡 赤兒和儒 我想孔子在這時候 沒講心情 我作為一個老師 心情很差 第一個講成那樣 第二個講得更差 那我要聽到怎樣 我心已死啊 而和儒非約能知 這叫我更謙虛啦 兩個學長都沒 都講的那樣 我不一定做得到啊 非約能知願學 我只願意學 我靠 這還有希望嗎 這裡這個千言萬語 都沒講到孔子的心情 我怎麼樣讀 都讀到孔子的心情 我覺得孔子已經心碎到不行了 好啊 然後他幹嘛呢 宗廟之如慧童 這已經更小的事情了 如慧童端章 因為小相焉 我就當一個司儀 在人家告別四壽 或者在什麼典禮的時候 我在那邊 禮程 那麼就位 然後奏樂 就這樣 我教了學生 最後這個學生 只要去幫人家做這個事 如果我教了你們 你們最後的願望 是能夠到政府去送公文 因為這樣你可以有兩千 兩萬八百塊錢的 這個兩萬八的這個薪水 這是我們在這個學校 教出來的學生 唉唷 好 典爾和如 最後終於想到這個典 典就是徵息 典爾和如 你呢 典在幹嘛呢 你看對典的描述有很多 古色息 在那邊彈色 跟古琴差不多的一個樂器 你 老師講話你在旁邊伴奏 你是孔鏘老師 你是誰啊你 你還拿烏克麗麗呢 老師為大人歌呢 老師講話 你看那整個過程裡面 他全部在鼓塞 有沒有好好聽呢 我覺得沒有好好聽 你看啊 坑了 還做一個結束 Ending你知道嗎 Ending自己摔到不行 像那個搖滾歌手一樣對不對 然後或者大跳起來 然後叮 然後站著不動 凝固五秒或十秒這樣 坑而舍舍而坐 把那舍就推開了 對曰 異乎三職者之轉 我跟他們三個人不一樣 去死啦 你跟三個不一樣 不是就不一樣嗎 你來講這句廢話幹什麼 前面那三個人講的一樣啊 異乎三職者之轉 我都氣死 你都不好上課不好聽啊 老師上課之後你在玩什麼 Crandy Crush 好 子曰 何商戶亦各言其志 你可不如把原來的話講一遍了嗎 你剛剛有沒有好好上課啊 你有沒有好好聽講啊 前面三個學長講什麼呢 就講你們的志嘛 老師這個脾氣好啊 何商戶 沒關係 你就說說你想幹什麼吧 你就說說吧 你不覺得跟沒在聽嗎 同學寫Email來問我作業的時候 我都已經怒不可惡了 我這種人非常沒有風度的人啊 你都沒上課嘛你 我的OS是這樣 我寫信給你的時候 當然不是啦 謝謝同學 謝謝你的來信 你還不了解啊 那我就告訴你吧 一副那種萬事絲表的樣子 其實 那個背後其實都有一個魔鬼在 好啦 然後才說木村者 木村是春天的尾巴了 春天已經快結束叫木村 木村者春福繼承 這句話是Oxymoron 已經春天的尾巴了 村莊才開始做好 你是沒有服裝概念的嗎 你不在fashion business做事嗎 現在早就開始要展東莊了 夏天就展秋莊了 不是嗎 木村者春福才成 根本就不對嘛 你看這個Oxymoron 這個人 木村者春福間 然後冠者五六人 冠者就是戴帽子 戴帽子 那時候是過了二十歲才戴帽子 若冠未冠 所以超二十歲五六人 然後童子六七人 這個沒有戴帽子 小孩六七人 育乎乙 乙是乙水 在乙水邊洗澡玩水 風乎五漁 在那五漁台上呢 晾桿 都不怕得肺炎 然後勇而歸 然後大家一起唱卡拉OK回家 或者當兵唱歌達術 有相聲 就說 孔子為什麼七十二個弟子 這句話就有了 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 童子六七人 六七四十二 三十加四十二 剛好七十二個人 這個笑話呢 好像說從 魏晉南北朝來什麼時候 就開始有了 一直到明朝末年 收在這個 冯孟隆的校史裡面 在民國初年的相聲 一直有這一段 所以你看一個笑話 幾千年 尤其這個有關孔子的笑話 這世中國人念過這一段的 都知道這個笑話 好 所以勇而歸 夫子 愧然探約 很多人說 啊 無語點也 說哎呀我贊成點啊 很多人就認為 點的講法是孔門最高的理想 你看孔子都愧然探約 我那愧打錯啦 是崩潰的愧啊 教學生教到後來 竟然這個人 只想在河邊洗澡唱歌 然後回家 這是儒家要教的事情嗎 你整本論語裡面 有哪一個地方教你唱歌回家 在河邊洗澡啊 農家有一個許游 所以人家叫他出去當官 他說哈你講什麼 哎呦髒東西我要去洗我的耳朵 就洗出中耳炎來 後來走路都不穩 怎麼能在河邊隨便洗耳朵呢 所以這段話是論語裡面很長的一段 很多人都覺得孔子最高經驗是這個 這是道家派來臥底的 這種精神是道家的精神 所以孔子還愧然他因為無語典也 那整本論語就是騙你的話 就騙你的書嘛 如果這本這篇那麼重要 那你論語叫你這個修正奇俠幹什麼 你就跟好朋友一起去洗澡唱歌回家就好了嗎 那你覺得這故事完了嗎 沒有 說職約 對不起 三職者出 同學當然覺得老師一定很難過啦 大家什麼話不敢講 就就走了唄 趕快走趕快走 下課趕快走 別把老師生氣了 你還留在那裡 找嘛啊你是 珍惜後 這小子得意了嗎 對不對 覺得說你看我講得最好 我跟前面三人都不一樣 他就對著後面 珍惜曰 扶三職者之言何如 如果他了解老師的心意 他還需要問嗎 他在問什麼意思呢 就希望老師再誇獎他一下 我覺得你好啊 你真是本門最好的弟子啊 我就交到你 我就出息了 你交那三個混蛋 一個不如一個 他沒這樣講 OS我覺得是這樣 好那孔子扶三職之言如何 你看孔子怎麼回答 那他們三個老師覺得 你覺得評價如何 你對他們三個人的話 因為你說無語典也嘛 子曰 亦各言其志願意 不就是大家都說說自己的看法嗎 如果老師真的覺得你是個才 你是那個孔門傳人 跟你講話那麼沒力氣啊 亦各言其志 這只有對一件事情很失望的時候才這樣 你高興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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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要說什麼呢 你覺得我贊成嗎 我已經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你高興就好 As you wish 然後呢 你看啊 他就繼續問啊 這小子 說 夫子何審有也 老師啊 為什麼有說完那話 你審他呀 這審我不知道該怎麼翻譯 你笑他 你績笑他 你嘲諷他 孔子怎麼說 如果你了解老師 你還問嗎 說為國以理 可其言不讓 事故審之 為 這裏一個國家 需要靠的是理 他這個人根本就沒理 你看他講話那樣 所以我才審他 還有 曾希他很高興了 你看 排除了第一個競爭者 那為求也非邦也於 那求講的話怎麼樣呢 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二非邦 那也算是個邦 你不覺得這整個話都是很沒有 沒有要跟他講什麼嗎 那赤呢還問呢 非邦也於 中廟非同 非諸和赤也為之小 誰也為之大 這家伙只是客氣 他要是只能做小的 那誰能做大的 你覺得這是老師 喜歡的學生 他會這樣講嗎 了解老師的學生 他會這樣子問嗎 這關鍵就在那個審之 還有這後面的回答 可是歷來的人 都說孔子喜歡的就是曾希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好 那剛剛有聽到下課聲音 我們就先下課吧 各位可以到哪河邊去學 洗澡 好 那另外一段呢 是非常有名的一段 孔子他的學生 就是子游 剛剛沒出現的 那這個人 他到底想做什麼 就因為剛剛沒出現 所以就略過他 但他顯然做了什麼事情 孔子到一個地方叫武成 這跟金成武 倒過來念 就武成 那少一個金啊 然後文玄歌之聲 古代他們不是只有教書 還有有一些簡單的音樂 然後很多人搖頭晃腦在那念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不朗誦或朗讀 你就末讀或末念 那其實朗誦朗讀呢 可以增加很多情趣 我們現在幾乎都沒有 我們上次我們 我的一個社團叫台大鳳源社 跟北京大學的一個社團交流 好像叫耕讀社 還是國學社 他們來兩個社團 跟我們這個是有點類似的 他們的社團聽說就有人 每天早上不論天氣幾度 那邊是寒暑的 比我們這個還誇張 都有人在一個地方聚集了一群人 早上就成讀 講出唸出聲音的 唸出聲音的 台大好像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地方有人 早上聚集在哪裡 然後或者晚上聚集在哪裡 然後唸出聲音的 那千里不要吵到別人了 那你要唸什麼唸出聲音呢 佛學社團好像也沒有 其他的什麼社團好像也沒有 所以這個玄歌之聲也聽不到了 那像小學你大概聽得到 有時候小學你要集體唸課文嘛 那小學生聲音又很純樸 念得那樣有氣無力的這樣 那有時候也蠻可愛的 大學生我就很少聽到大學生集體唸什麼 有點可惜 好啦 那夫子玩耳而笑 玩耳而笑大概從來沒有人懷疑 玩耳而笑是比較正面的笑 跟剛剛那個神之神 是比較模糊一點 偏向於好像不太好的笑 玩耳而笑曰 日本人有一個人叫中原玩耳 我教書教到現在 念書念到現在 沒有一個中國人的字或名字叫玩耳的 也是不小心念一個什麼書 日本人有一個人叫中原玩耳 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名字取得很有意思 夫子玩耳而笑曰 割雞焉用牛刀 殺雞嘛 幹嘛用刀 用殺牛的刀呢 這句話到現在為止都非常有名 到現在為止都非常有名 用成英文 我也看過一些英文翻譯聽起來怪怪的 在中文這已經熟悉到 你覺得就是割雞焉用牛刀 或者現在有人把這鴿子變成殺雞焉用牛刀 那殺雞該用雞刀嘛 理論上 可是不就是刀嗎 在我這種不殺雞的人也不殺 切西瓜一定要拿西瓜刀嘛 中國只有在台灣 拿西瓜刀只有黑道尋仇的時候拿西瓜刀嘛 我就每次我就覺得 幹嘛那是西瓜吃了分配不均嗎 拿西瓜刀砍人 那日本人大概拿武士刀 所以我也覺得好奇怪 最近一個悲劇新聞說一個孩子 因為他爸爸常年家暴他媽媽 這次他放學回家 從新竹的一個大學回到家裡 這今天我看到電子報看得好難過 跟他爸爸在中秋節還什麼時候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來欺負媽媽這樣 爸爸長期欺負他媽媽 結果這爸爸說你是我兒子 這次你管不著 包上寫的哈 我只是把它演出來而已 我好像動新聞了 我真是 我自己覺得有點無恥這樣 結果他老爸就這樣 然後兒子呢就跟老爸就槓起來了 兒子拿的是水果刀 不是西瓜刀 也不是柚子刀 理論上應該柚子刀或文旦刀 對不對 這個直接寫 其實他把他老爸半個臉給削掉了 我靠 他們為什麼要把新聞寫那麼細 我更無聊 我幹嘛講出來 難過啊 後來他爸送醫不治死亡 那這小孩也被警察抓了 你說這是家庭暴力引起的悲劇 家庭暴力引起的悲劇 各位將來都可能為人父母啊 不管你的父母親怎麼對待你 你絕對要善待你的下一代 這不管是中華文化外國文化 這都是一件讓人心碎的事情 人倫怎麼會走到這個地步 好那一哥金言有了刀 就孔子開玩笑說的啦 笑講話是笑著說的啦 各位我們長到那麼大 老師比各位大虛長多少倍 你大概會知道哪些東西 人家講話是開玩笑的 哪些東西人家講話是嚴肅的 如果連這都分不清楚 你就生活得非常痛苦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人家常常笑你 人家就不知道為什麼你常常愁眉不窄 明明是一個開玩笑話 你為什麼要那麼認真呢 好 子游對約 子游就很認真啊 顯然不知道老師開玩笑 說習者 習者 言也文誅夫子曰 老師我以前聽你說過 君子學道著愛人 小人學道著意識也 這個君子跟小人有的時候是道德上的標準 在這裡顯然不是 這只是有官位跟沒官位 那君子呢就是有官位的人 是貴族階級的人在那時候 孔子是第一個交平民的人嘛 那這小人呢就是一般老百姓 現在的話是這樣講的 君子學道愛人 所以貴族都要學道 因為這樣他可以愛人 他可以對社會有更大貢獻 像現在在各地的官員領導人 在民主國家雖然號稱公僕啦 他是公僕才怪啦 他的權力大得很啊 他要你拆他就得拆你啊對不對 他要幹嘛他就幹嘛 甩得很啊還公僕呢 你還真相信呢 那別的社會是領導人 領導人就講得很白 是聽他的 我們這邊講公僕就繞個彎 其實你還是聽他的 但是好像一副那種他聽你的樣子 到選舉來他才要聽你的 不選舉他根本就不聽你的 小人學道則一實言 這個史字在論語裡面 也是一個大麻煩字 因為有一個說孔子根本就是 啊就替專制說法的 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 這小老百姓你就不要告訴他 為什麼你就利用他 你就剝削他 呃變成後來很多專制帝王 就很喜歡這句話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 你就要做什麼為所欲為啊 你別讓他知道 那這句話有不同的解釋啊 我唸書唸的比較多 這個光標點符號就可以玩遊戲了 各位來看一下 雖然不上中文課還是那個 好啦那一般的解釋就說 呃老百姓哈 你千萬不要讓他知道啊 可使由之讓他 你民可使由之啊 你就是這個史呢 你可以用現代話操弄他 啊你控制他啊 但是不要讓他知道你在控制他 啊賊吧啊 呃有人說不是這樣啊 這標點錯了 說民可使由之 他程度夠的話 你就讓他去呗 老百姓文化程度高 知識程度高啊 那他就是一個 兵兵有理守法的人 你就讓他去讓他自由 每個人都有這個 古話叫弑君子之行 就他是公民啊 不可的時候啊 程度不夠的時候 你要讓他知道 要教導他 讓他達到那個程度 這一講就不一樣了呗 對不對空子什麼意思不知道 坦白說啊空子不附身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標點 有人說不不不 不是這個意思 啊 說這裡點在這裡 民可使 他可以使 這個使還是那關鍵解釋啊 到底使是什麼意思啊 民可使的時候 就要讓他去使 跟前面沒有差太遠 沒有那麼專制 他不可使的時候呢 這個知是誰呢 尚未的人要知道 為什麼他不可使 翻成簡單的辦法 同學萬一不做作業 不來上課 我進了教室發現沒人 我是趕快拍張照片 傳上傳上這個什麼 Facebook呢 還是我回家研究一下 為什麼大家都不來呢 是我走錯教室了 還是大家覺得我教得不好呢 還是怎樣 這不是有很多可能性嗎 確實教室沒人 這也是真的 在那個時間點上 為什麼去研究一下 你怎麼就認為 學生現在太混了 學生可能混啊 老師也可能教得不好啊 也可能學生都敢去做加退選啊 我就聽到那電視報的時候 有一個他們的職員說 那個時候我們十年以前 要加退選完畢 然後大家都跑到那個什麼 電腦中心去 然後做這個加退選的動作這樣 至少三個可能性啊 為什麼我們只相信 一個可能性 憑什麼相信一個可能性 那老師教得好不好 我們知不知道 不知道 新聞也不會報這個 是不是學生都很混 我們知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這就上了新聞 讓一個完全不知道答案的事情 記者也不去找答案 然後就大家這樣獲悉你 然後這個新聞上去 然後第二天就下來 不求聖解嘛 你到底為什麼是這個情況呢 我剛剛講就至少三個可能 你不會一一去查證嗎 去問問那個老師啊 你到底是怎麼教的啊 問問同學啊 你們為什麼不去啊 這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也許在這三個答案之外啊 你看新聞常常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也不知道怎麼解決的 那新聞的記者也不知道 大概太忙了也沒時間追 然後就把這新聞放上去 哦不得了你看現在學生 我今天坐電梯 還有我的鄰居問我說 哎呦現在聽說學生都不上課 我說蛤 他說就是新聞啊你沒看 我說那個新聞 怎麼樣我們真的也不太知道啊 可能性太多了啊 你如果看新聞 就大家就各自表述 就哎呀我們當長輩你看 現在年輕人太不愛惜了 你看有好好的課給他上 讓他當大學生的 那麼不珍惜 你還不認識你就已經恨你了 哎捐血上上寫什麼 我不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 我們社會每天教你什麼 我不認識你但我恨你 這什麼社會啊這是 你覺得這民主嗎 都是無知啊 民可使游之不可使滋滋 連滋滋也不知道 游滋也不知道 游滋滋的那上夜市了 你烤肉的時候希望游滋滋的 前幾天各位烤肉可能游滋滋的 好嘞 然後這個子游就非常嚴肅說 老師你說了嗎 我當然要教我這個人理了對不對 前面那些人都沒有理啊 你不要忘了前面那段的時候 子游二三子 二三子說各位同學 這古代的話叫二三子 不是說六個人 二三乘六別鬧 二三子言之言是也 子游說得對各位啊 不要聽老師的 老師前言細字 老師開玩笑的咧 套句老師少數會的日文 就這樣嗎 就這樣嗎 你幹嘛那麼認真呢 所以這句話 就讓孔子就很有意思 大家覺得 唉唷老師開玩笑了呢 老師開玩笑大家都輕鬆啊 對不對 該嚴肅的時候嚴肅 該開玩笑開玩笑 很多人很不幸的 只用嚴肅模式來看孔子 來讀論語 那這本書真的是 你讀得毫無趣味啊 這本書根本就違反你的經驗啊 學而實習之不亦樂乎 學完以後每天做習題 做到不是很快樂嗎 快點你個頭啦 做不快樂 誰快樂啊 你不覺得第一句話 就已經讓你 讓你覺得 是公消威 你怎麼能接受這種公消威的話 假如你的解釋還是那麼笨 你當然不會 但如果你的解釋說 學而實習之 你學的東西 到了有些時候 你用上的時候 哇那是 然後能夠發揮你的用 那真的是很快樂的事情 各位在大學學東西 哪一天你去做什麼 社會服務或者去做輔導 去輔導人家課業 然後人家因為你的輔導 然後豁然開朗 這就要學而實習不亦樂乎 你能將你所用的東西 對別人做出貢獻 你看到別人的快樂 你也跟著快樂 這句話你就覺得講對了 因為你感受到 如果那句話是那種 我剛剛講的那種 那違反你的經驗 你怎麼會喜歡這東西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依經驗解釋 這些人都不是講高深的道理 這些人講的 尤其孔子 孔子那時候是教台大學生 孔子教的都是一般 連可能字都不認識的人 他會給你講那麼高深的道理嗎 如果孔子講的不是高深道理 然後我們今天都讀不懂 那誰的問題呀 好 所以只字五成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接下來二十二言這個故事 接下來二十二言這個故事 孔子有個學生叫七雕開 我們可以的話可以叫他小開 然後這個再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叫他open講 七雕開 open嘛 不是嗎 我好得意喔 我發明這個也好得意喔 但好像只有一個同學 領會到這個笑話 那七雕開 人家一個說 老師聽說要 聽說老師要叫你去做官呢 對曰 無私之未能信 這有不同的解釋 但我覺得最好解釋說 你別開我玩笑了 老師會叫我去做官 開什麼玩笑 子樂 這個說呢都是樂的意思 那個心字旁 孔子就很高興啊 這學生真的是懂老師的 這個不會被別人亂挑撥啊 所以老師叫我去做官 開什麼玩笑 所以這段話呢 可以想見真正我覺得孔子 跟學生之間相互了解的 這一段事 我覺得在前面那個什麼 子路珍惜那段 絕對不是 好 那接下來另外一段 二十三頁 所以有時候孔子跟 跟所有人一樣嘛 總會遇到不順的時候嘛 各位同學有時候也是不順嘛 你念這個學校 考上這個學校是你這輩子 最高興的時候 以後你都不順啦 包括畢業的時候 你可能都不會那麼高興啊 那剛考上的時候 就像畢業一樣高興 像我申請到美國的大學 還有研究所念書 哇高興到像中的狀元一樣 你知道嗎 可是後來那六年的生活 真的是 常常覺得過不下去啊 常常覺得我大概博士都會 寫不出來啦 我寫出來大概沒辦法 畢業啊 我之前還有學科考試 可能考不過啊 每天在那活在那種煎熬之中 現在中國大陸流行叫什麼 糾結 所以你們考上台大 或是升級到這學校高興啊 不得了啊 然後慢慢這高興 這輩子再也沒有 比這更高興的階段 如果你學的不好 一樣啊 孔子也有不高興的時候 子曰道不行 他道出去講 人家都不理他 他道沒有辦法行於事 乘服服於海 我乾脆那時候沒有輪船啊 什麼什麼什麼寶 什麼什麼游輪啊 什麼我就拿一塊木板 我就到海上去算了 我離開這個國家好嘞 啊 從活者騎鱿魚 哎呀我看啊跟我一起走的 大概就是子路了吧 子路呢是孔子很好的保鏢 他能孔子都能淋霸 你想想看誰敢欺負孔子 你要先過他那關 他是很好的保全 最早的保全 請用子路保全 可以做一個保全公司 子路文字席啊 高興啊變成孔門第一人啊 開玩笑 對不對老師最愛的就是我 你看他要出國 想到第一個就是我 他做討論艙 我好歹也坐在旁邊 子路文字席啊 子曰有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 孔子最喜歡教子路的冷水 子路身體會那麼好 就是藏洗冷水澡 每天被孔子劈 但一高興孔子就死啊 說有也好勇 哎呀你真是比我勇啊 聽起來像是好話對不對 無所取材 這句話就雙關語啊 一個取材就說 我找不到那片木頭呢 我們怎麼一上 第二個說你真是勇啊 但你就沒材啊你 你這個人廢材啊你 這意思嗎 孔子很厲害啊 罵人不吐張志啊 那子路就沒有再反應了 這個人在頭腦沒嚎到 分清楚這次在諷刺他 可能高興了 哎各位學弟學妹啊 你們聽說了吧 老師要出國帶的是我呢 就這個表情 哎我這樣會不會被 電視劇的導演羅茲去演子路啊 把子路演那麼好 好來24頁 季文子這個人 Mosquito Season Mosquito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這人龜毛啊這人 什麼事情都想三遍 這個大家都受不了了 這是有這種長官 也不知道該蓋章 不該蓋章 哎哎哎哎哦 咦咦咦咦 討厭得要死啊 子文子孔子聽到這個事兒 子文子不是孔子也有文子 這不是這篇都在講文子嗎 季文子還子文子曰 再思刻意 想那麼多幹嘛呢 想兩遍就好了 不要想三遍 這開玩笑的話嘛 想兩遍跟你想三遍 就再思刻意 我覺得好有趣 我一看到我都笑出來我覺得 這不就是開人家玩笑嗎 笑人家龜毛 就早點決定嘛 別這樣扭扭捏捏的 幹嘛呢 伸頭是一刀 縮頭是一刀 不就這樣嗎 好 第25頁 這個話這個呢 列在這裡是要告訴你 我讀錯了 我為什麼讀錯呢 老師有時候沒查書 太大一了 所以讀錯了 所以列在這裡 25頁 這也是讓看電視的人 學個教訓 老師不是什麼都懂的 但是老師知錯能改 散莫什麼 大馬 對不對 那菸子看起來像馬嘛 對不對 如果還看成菸呢 你就不會那個嗎 我每次念散莫大馬 那字太像馬了 子曰孟之凡不乏 孟之凡是一個武將 不乏 我就以為乏是打仗 那我以為打仗呢 我就用這種模式去看 我先告訴你 錯的 別忘了這是錯的 孟之凡不去打仗 奔而電 跑回來的時候呢 又跑在最後面 江入門 要入城門的時候 撤起馬 打他的馬 說都是你啊 非敢後野馬不進野 我不是不敢去打仗啊 就是馬不往前跑嗎 你叫我怎麼辦呢 這是我的 我以為是這樣 結果後來看書 沒有人這樣解釋 而且這解釋太離譜了 罰不是打仗 罰是自誇 孟之凡這人很謙虛 不講自己多偉大 這差太遠了 跟我那打仗對不對 所以呢 他在外面打仗 打完了呢 大家退兵了 退兵以後 這不是點飲料了嗎 退兵 去兵 太可怕了 這是什麼話呢 孔子基本上去點飲料 他是去兵的 有一段 有一段孔子去兵 孟之凡不乏奔而電 他的大軍回來的時候 他最後一個 人家說大將軍應該在前面領路 怎麼是最後一個呢 他就說 不是我要走最後一個啊 也不是我謙虛啊 也不是我愛民啊 我這馬不往前跑嗎 你能怪我嗎 你看這人多謙虛 所以老師前面講的是錯的 可是我怎麼覺得 前面那個 如果沒有史實的話 前面那個比較有趣 後面這個 當然可以顯示孟之凡 是一個不錯的軍人 是一個很好的領導人 但是不夠有趣懂嗎 好另外一個太宰啊 這個大通常都要念成太 太宰問於子共約 子共是孔門很重要的弟子 你現在講到區府去看孔子的墳 區府有三孔 孔廟孔府跟孔林 孔子墳就在孔林裡面 你如果跟我一樣喜歡走路 走很久 走很久才到孔林 然後再走很久才到孔子的墳 然後再花一輩子的時間再走回來 走回來這裡累得跟狗一樣 先告訴你 我做過 好了那太宰問於子共 子共呢 你可以在孔子的墳旁邊 發現有一個小房子都改過了 就叫子共如墓處 孔子死以後呢 弟子把孔子將當自己的父母親一樣 守墓三年 這古代的規矩 在那個時代 現在守墓三年 不太可能啦 守墓三年 那三年以後呢 大家都散了 然後那三年守墓在幹什麼呢 大家都在稱頌老師講的 玄歌之聲不學啊 在那墳墓裡 那不是墳墓裡 墳墓外面 在墳墓裡就怪怪的 怎麼講都覺得怪怪的 好啦 那大家都走了以後 子共多加了一倍三年 做生意的人你知道嗎 加倍奉寬 今天還有記者打電話問我 你對半折直樹有什麼看法 我說我不喜歡那個劇 所以我沒看 記者非常喜歡我 對這種一般劇的 你為什麼不喜歡那個劇 我說我覺得那個人表情 每次都這樣 我打電話我也這樣講 我覺得自己真的是 有點無聊這樣 我應該跟他開那視訊對不對 我說那樣他都不累嗎 他這樣完了以後 眼睛不會回來嗎 人家介紹我看 我就看了 他每次都這樣 記者就非常客氣的說 那孫老師 那我就不好意思打擾你了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各位就看不到 上次連張惠妹什麼演唱會都訪問我 還登出來了 還在張惠妹的那個Wikipedia 還有一段台大社會系孫教授認為 在Wikipedia上的現在 好可怕我是 我都不敢相信你會到今天這種地步 太宰問於子共 子共是做生意的人 後來說孔子之學之所以能夠傳遍天下 跟子共很有關係 這個人是很厲害的 很會幫老師做promotion 大概是搞這個叫什麼的 搞行銷的我看是 是搞行銷的 夫子聖哲瑜 人家問了 你們老師是不是聖人 何其多能言 他什麼都會 什麼都知道 你們老師太厲害了 什麼課都教 點閱率還第一名 就這樣講 你要怎麼回答呢 你千萬別像子共 子共當然高興了 我老師要是聖 那我這個人不就跟著在聖旁邊嗎 水長船高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講你老師這門課差 你千萬要站出來講說好啊 你修這門課才有意義嘛 這門課人家講差你也跟著打落水狗 那你修這門課幹嘛 你混啊 懂嗎 任何人講到這門課的時候 尤其在你修課期間 一定要把這門課捧上天啊 你說那門課好啊 勝過孫維新的這個什麼 認識星空啊 這叫認識星空下的幽默社會學 懂嗎 好 故天眾之將聖 他生下來就是聖人啊 我們老師你不知道啊 開什麼玩笑啊 我們老師就是幽默二字了得啊 他就幽默的化身呢 你可以這樣講 講完了嘴爛掉不要怪我 好 故天眾之將聖 他生下來就是聖人啊 我們老師你不知道啊 開什麼玩笑啊 我們老師就是幽默二字了得啊 他就幽默的化身呢 你完全不知道他有多肥啊 你可以這樣子糊弄你的感 子文之曰孔子回來 短短聽到啦 之後人回去跟老師打小報告啊 對不對 老師絕對不是在Facebook上看到的 咚咚咚 不是這樣啊 好 咚咚咚現在已經沒了吧 各位知道了 太宰之禍他哪懂我啊 這意思說 人家不懂 你也跟著不懂老師嗎 吳少爺賤 我小時候 因為沒爸沒 有媽 爸爸三歲就過世 媽媽有人說十五歲 有人說十七歲 要不是死了兩遍 那就是死一遍 死一遍難受死 那就是個問題 總之他爸媽就是少爺賤 賤是沒有社會地位 他不是賤人 他也不是得了罕見疾病 不是 吳少爺賤 故多能比歲那些亂七八八十 我都會啊 連洗馬桶我都會啊 歷史上號稱他當過 蹭田跟偽利 就說幫人家管這個倉庫 或者放牛的 這孔子都幹過 所以他什麼事情都會 是這樣 君子多互哉 難道做君子要多嗎 你看那些那些長官 那些那些貴族 哪人會幾件事啊 不多也 不是的 我這個跟中相聖是沒有關係的 我不是聖人 我只是少爺賤 二十六言 沒有人讀出這個來 我都覺得好奇怪 我都讀你 你不知道我有多快樂 好 二十六言說 紫曰 無有知乎才 這個 開始玩蘇格拉底了 蘇格拉底在孔子之後 你講過類似的話嗎 這些聖人呢 每個人都裝笨你知道嗎 蘇格拉底說 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什麼啊 結果我什麼也不知道 你開玩笑 你繞口令你講相 你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到街上到處人家 有什麼是真理啊 真理是這樣 那假如真理是這樣 那怎麼怎麼怎麼 講到後來大家都回家了 蘇格拉底就是來這套 懂嗎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直到信去我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你們要認識你們自己啊 那這不是我說的啊 這是德爾菲神廟的神域上寫的啊 know thyself 賊吧 當聖人就得這麼賊 懂嗎 什麼都不知道 孔子也說了啊 無有知乎才 我懂個屁啊我 翻成白話文 懂嗎 這白話文也太白話了啊 好吧 我不知道那個字會不會被刪掉 所以你們要來上課啊 就聽那個完全會被刪掉的事情 懂嗎 無知也 我什麼也不知道 來了嗎 來這套了嗎 有筆夫問於我 筆夫就是那種支撐度很差的人 懂嗎 有筆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 有人就解釋 誰空空如啊 是罵筆夫空空如 還是說我空空如啊 還是大家都空空如啊 你懂台語的話 空空 那就被罵人笨了嘛 對不對 可能這個福建的這個聽眾 觀眾的叫做 可能會了解 如果有笑聲從福建傳過來 我就覺得我成功了 空空如也 我扣起兩端而結約 我就是靠兩邊的問題 然後來 慢慢慢慢 然後找到答案 這是一種解釋 他說意思說 孔子不是天生睿智的 就是靠問人家 然後左邊問一遍 右邊問一遍 然後兩邊夾擦 用夾擦法得出一個宗旨 這句話也是蠻有意思 我覺得根本就是 他假如什麼都不知道 他還教人家嗎 你還付學費給他嗎 今天來上課 然後老師說 對不起同學我教幽默社會學 可是我對幽默一無所知 哈哈哈哈 然後各位 那你們就交報告來 然後我上課 全部在念同學收集的笑話 這樣講完一學起 然後同學說 老師你不是教幽默社會學 同學對不起 課名寫錯 我寫的是詐騙社會學 最早厲害吧 對不對 到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才告訴你說這課名真正的是什麼 然後你們全部人都掉到我的圈套裡 然後我那時候就被解聘 我覺得我要退休之前可不可以來這一套 我就開一門課 然後很嚴肅的上 上最後同學說不對啊 然後同學一定敢跟我講 老師你這課不是這樣啊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混混混混到最後 同學老師最後臨別的時候 要證給大家 如果發現被騙請打 對啊 165 156 不要被老師一直騙下去 不要以為當老師就不會騙人 我一次跟一個人 跟他第一次見面 來吃飯聊天 他說你剛剛不是說什麼嗎 我說哎喲 虧你還當教授呢 他就愣在那 我說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相信你剛剛認識的人 講的話呢 他就愣在那 我想酷吧 我就教他一課 我欺騙了他還把他罵一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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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萬一他看到電視 這就傳邦了 好嘞 另外一個二十七頁 孔子也很不爽啊 欲居酒儀 想到九州文化村去玩一玩 不是這樣 孔子很失望 覺得周遊列國沒有人用它 我乾脆我乾脆走人 到海上不行 我就到別邊區去 或曰漏如之河 欸 那個生活很簡陋欸 那沒有自來水 沒有抽水馬桶欸 晚上沒有燈欸 孔子要是知道可以借著雪 借著引火蟲 不是還可以唸書嗎 所以中國人眼睛都不太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還要把人家牆壁給挖破 對不對 然後借人家的光 這是什麼邏輯呢 然後在雪地裡晚上看書 我每次對那種傳統聰明小孩 或者困苦小孩這些故事 我都覺得好可悲啊 老爸喜歡吃鯉魚 冬天沒鯉魚 怎麼辦 握在冰上 這會得肺炎啊同學 老爸那個晚上睡覺怕被蚊子咬 怎麼辦 你就先睡在那裡 讓蚊子咬飽了 蚊子就不會咬你爸 這什麼邏輯啊 蚊子還有別的 還有他爸爸還沒吃呢 你不覺得這24校每一個都值得 然後還教你說這才是孝順爸媽知道 拿一個小孩去打老虎 老虎要放在動物園裡面 要愛護動物 怎麼就叫他打老虎呢 小孩打老虎 你可以把老虎放大呀 像那黃色小鴨對不對 就放在森林裡面啊 你就變成荷蘭的藝術家了 為什麼我們都 對不對 你要吃鯉魚在夏天 就把它裝成罐頭 這樣就有那種罐頭工業的產生 鯉魚罐頭工業發明在中國 因為爸爸因為冬天想吃鯉魚 這就是中國為什麼近代沒有科學的原因 大家都把它想得太死板 都不會活活活活的想一下 很多事情就發明了 你要那個什麼 把自己餵蚊子那個 為什麼沒早發明蚊香呢 對不對 我是說蚊香是什麼牌子 叫唐伯虎 唐伯虎點蚊 蚊香 多好的名字嘛 對不對 唐伯虎點 你都知道唐伯虎點的是秋香 但是王伯虎 如果唐伯虎點蚊香 你看這牌子 所有人一記都記得 然後找周星馳來演嘛 對不對 請用唐伯虎點秋香 很好嘛 好啊 他說漏蚊子 哎呀別去啊 那地方 老師開玩笑 這些人他都不知道 獲約也不一定是學生 孔子說 君子居之何漏之有 我去住就不漏 這後來造成幾個後果 第一個就是寫了漏世明 對不對 第二個呢 以後教授的住的房子 全都漏 全部漏水 因為漏嘛 才顯得你是君子嘛 對 君子居之何漏之有呢 所以宿舍都蓋得很差 這就是孔子搞 讓後人 後代讀書人啊 沒好房子住啊 都是他講壞 好 28月 初則是公卿 入則是父兄 這聽起來非常嚴肅 對不對 然後呢 喪事不敢不免 欸 孔子怎麼說在管喪事啊 然後呢 不為酒困 我喝酒 謙卑也不醉啊 何有餘我在 這對我都不困難 我覺得最搞笑的 就是不為酒困這句 可是後來有人說 這很嚴肅啊 因為古代幹什麼禮儀 都要喝酒啊 所以這不為酒困 是很重要的 有人就用嚴肅模式 來看這句話 所以呢 我也告訴你 有人是這樣反應的 二十九 二十九月 孔子呢搞這種 叫做什麼 雙關語遊戲 好 有一個人就送了一首詩 說唐帝之華 偏其凡爾 詩 反正呢有各種解釋 詩你就念念 爽就好 不懂就算了 齊布爾斯 齊布爾斯很簡單 就說我難道不想你嗎 現在的情歌不一天到晚 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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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事事原來 可是呢你住的離我 實在太遠了 那 孔子也知道 只曰 為之思也 為何遠之有 福 這應該是福 不應該是為 為之思也 何遠之有 或什麼之類的 說哎呀 你是沒好好想 你不是真想念他 你想念他 哪兒都不遠啊 你想他 他就在你身邊了 各位有談戀愛經驗 或者單相思的經驗 你就知道 那人不在你身邊 在你腦海 在你心裡 從未走遠 王妃那時候 唱的一首歌 讓我回家哼了好幾天 現在說他要出家了 又說他不出家了 你們這些人 開我玩笑 好嘞 三十頁 紫衛於匡 這段非常非常有畫面 孔子在匡的地方 被誤認為 他跟陽虎長得很像 陽虎呢 又說叫陽禍 有個人說你看嘛 台語虎跟禍 不是念才是一樣嗎 台語的虎就是禍 所以陽虎就是陽禍 是這麼玩呢 聽說語音學有人是這麼玩 好了 Anyway 那因為長得像陽虎啊 那陽虎曾經對這個匡 這些人不好啊 然後這個 反正就是有一次 孔子跟弟子 在經過的匡這個地方 然後看到城牆 那有個破洞 然後有個弟子就說 我那時候就是 孔子從這兒進去了 怎麼怎麼 然後就一聽謠言說 啊陽虎來了 反正就三人成虎 就匡的人就出來 就讓孔子很難看 然後圍起來 所以孔子在那裡 受了一點苦難 嚴冤後 嚴冤後來才逃出來 孔子看到他 古代人不心抱在一塊 尤其兩個男的 爺們抱在一塊 那什麼畫呢 那什麼畫面呢 所以呢這兩人就用開玩笑 孔子就說 這一般不能開這個玩笑 無以如為實以 我以為你死了咧 我有沒有死都沒看你就跑啦 學生的安全你都不顧啊你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不就是濟南大學的校長 聽說就帶著學生 就逃到臺北來了 被那個蒲里仁幹給搖到不行 所以後來校長就沒得幹了 報紙上是這樣寫的 所以為什麼那個人下臺呢 說因為他不顧這個蒲里仁死活 就只顧他學生那個 我覺得那為什麼他要下臺呢 這是好校長啊 如果他連學生死活都不顧自己跑了 那他當然應該下臺 他不是啊他顧學生不顧 他他職責是大學校長不是嗎 他不是蒲里正長 所以我那時候除非我新聞看錯 除非我新聞看錯 我就不太懂這個邏輯這樣 他回來就下臺了 臺灣常常做事情也不太有邏輯 不太有邏輯 就像臺灣的三峽的人說 我們這要蓋水吧 我怎麼不知道 大陸三峽蓋水吧 臺灣三峽不蓋水吧 OK 這笑話你們都不太懂啊 好吧 好了 言言後 這無語如為死也 曰子在回何改死 老師你在啊 我怎麼能死 要死也是你先死吧 不是嗎 你比我年紀大嘛 我是這樣解釋的 大家都解釋很嚴肅 說顏輝覺得老師在他不能死 他能不能死控制在他嗎 最後顏輝也比老師早死啊 孔子哭到非常非常非常傷心呢 傷心到他都不知道如何致辭啊 最後顏輝的爸爸 說這樣吧 你既然看我的兒子看那麼重 那你就給他一個棺果吧 孔子說不行啊 他不是這個地位 他不是貴族 他不能有棺果啊 孔子就捨不得把自己的車賣 這不合理法啊 所以那個顏輝爸爸就很生氣 你愛我兒子 你根本就開玩笑 你這騙人嘛 孔廟旁邊就是岩廟 我這次也去了 真是旅空啊 啥也沒有啊 啥也沒有啊 我就可以開個養老院 或者開放粥 施放粥的一單四一瓢飲嘛 就每個人來給一碗粥 然後給一杯水 你就回去吧 岩輝就吃這個 你也吃這個 唉我去了以後都難過得要死 我念書念了一輩子 原來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跟台灣的觀光區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賣票的人跟那個什麼保安人員 比遊客還多 尤其岩輝的廟沒什麼人 沒什麼人 我在那裡幾乎就是我一個人跟岩輝 也不知道他在不在 他可能出門那天下午 好啦那接下來公屬蚊子啦 剛剛也出現過嗎 這蚊子啦 Mosquito 之臣大夫傳與夫子同生諸公 他的下屬跟他就生到同一個位置上 這大概應該是不合理法的事情 子蚊之曰可以為文藝 真是蚊啊 古代人有個封號 這封號都是根據他的德性給的封號 那大部分人都很正式的解釋說他是蚊 蚊通常是好的意思 蚊有非常糟糕的意思就是 文氏的意思 假仙啊 假仙啊 這都假的啦 文氏就是 就是 就是 這怎麼解釋呢 你們現在有什麼話 明明沒那麼好 然後把他說得很好 這就是文 就是裝的 不是真的那樣 那文有非常非常好的意思 好 這是你如果有機會去查這個字典就知道 所以孔子是諷刺這些人完全不懂理法 君不君 成不成啊 竟然還有四號叫做文 開什麼玩笑 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 構成了這樣文的人 你這個文大概就是裝武 三十一頁出現一個人叫為生母 這人聽起來跟什麼為生母很像 為生母為孔子曰 這表示這個人不是孔子弟子 跟孔子講話沒有大 不太尊敬孔子 說哎 秋 秋是 秋是你能叫的嗎 秋 你為什麼這樣嬉嬉者欲 你幹嘛這樣跑來跑去啊 就求關注啊 吾乃為孕乎 你這個人是不是就是孕啊 就想當官嘛是吧 你就這樣嘛 你就想當官嘛 就這麼簡單啊 你孔老二嘛 就這樣啊 孔子曰 非敢為孕也 孔子當然覺得 這個人開玩笑來 我就我就順著玩呗 我哪敢為孕啊 我這個人哪 吉顧爺 有人說說 我討厭這樣的人 就把孔子講太原說了 我的翻譯說 我就這個毛病 我就這個毛病 怎麼樣 我這個吉啊是顧吉 我是老毛病了我 你怎樣 我覺得是這個態度 才像山東人 才像個爺們 才像個漢子 人家講的你每個都很嚴肅 不是啊 我討厭這樣的人 我怎麼會做一個寧人啊 孔子在論語裡面 最差的字就是寧呢 就是二女人的意思 孔子討厭有兩個女人 記得吧 今天我學到什麼男女的 如果你在外面 有第二個女人 叫小三 如果第二個男人 叫小王 如果你有二點一個女人 叫小玉 王子旁邊還有一點 不是嗎 這能玩下去嗎 如果你有另外一個 男人以外還有一點 那叫二祖 哇這樣玩 玩下去就得了 小王 好可怕 現在姓王的 尤其大陸 不都叫人家小什麼嗎 老什麼嗎 我以前聽到小黃 這姓黃的被叫小黃 我都覺得 那你七十塊起跳嗎 很尷尬的 以前我們的親戚裡面 有人排行第三 真的我們就叫他小三 講了一輩子了 直到最近 都不知道怎麼叫他 那很尷尬 以前叫的時候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忽然間這問題來 你怎麼叫呢 你怎麼叫呢 如果有一天 你把那個蟑螂 叫做孫老師 那我不改姓行嗎 懂嗎 這種困擾 各位同學你不了解 好 另外一個故事也是 元壤儀寺 元壤呢 是孔子的家鄉的長老 大概從小跟他 大概長大 一起長大的 不然的話不可能 儀寺呢 蹲在那兒 蹲的沒一個蹲的樣子 有點像這個 就是你屁股 屁股幾乎要著地的那種蹲法 元壤儀寺 子曰 你看 他說你幼 你小的時候 就不是個好東西 不遜替 跟別人關係很差 長 壯年了 吳樹爺 你啥事也沒做出個樣子 做出個名上來 老而不死 你看你現在老成這樣 你還不死 是為賊 你根本就是個賊啊你 這話要不然就顯示孔子 很沒風度 亂罵人 要不然就是 老朋友開玩笑 我看你小時候 看你後來長大 看你到現在 你還不死呢 這老不死的 你如果不能了解 那些爺們兒之間 有這樣的關係 你有時候覺得 那兩個人那樣 衝來衝去喔 吐來吐去喔 好像兩個關係很差 有的時候真正的關係 就在那個吐來吐去 那就是最好的關係 女生通常不會 男生通常會 這是我注意到的 有些好的關係是用吐槽的 不是那種 哎呀 對對你都很畢恭畢敬的這樣 不是 你可以注意一下 不是所有都這樣 所以我是靠這個方式來理解 那有人就覺得 你看有人就很討厭孔子說 老師他對 還最後以仗扣其坑 就說拿那個仗去打他的那個 那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腳踝這邊 那孔子不是暴力嗎 那如果你想說 那大家開玩笑 孔子都拿仗了 他也老了 元朗被講說你老而不死 他也老 兩個從小一直長大的老人 然後孔子拿仗說 哎呀你去死吧 那老人能打多重啦 打不好自己就摔倒了 你都沒看到畫面嗎 我的畫面都出來了 這根本就是兩個人開玩笑 就像 就像各位這樣 有個從小到老的朋友 男的 特別是男的 你就是開那個玩笑嘛 你的爺爺都要向上去看 你爺爺跟另外一個老爺爺 兩個人開玩笑 有的鄉下的開玩笑 都開得很粗俗的 那你覺得哎呦 爺爺你跟他關係不好 我跟他關係不好 我跟他都在這住了一輩子 我跟他關係不好 懂嗎 關係不好 關係的收費站不錯 不是休息站 好來講完了 這孔子這部分講完 等一下講莊子 好吧 那我們就先下課 好那我們接下來 花一點小時間講莊子 不是只有孔子有幽默 道家幽默最多 因為道家常常講反話 那反話跟諷刺 跟約餘 或是跟這種 跟這種幽默的模式 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幽默 是最相關的 老子裡面好像有一句話叫做 反者道之動 有時候道之所以會動 是因為有相反的東西 那有時候講話呢 在老子裡面叫正言若反 我講的很規矩的話 聽起來像反話 聽起來像是很奇怪的話 那老子呢 我覺得老子啊 是不能講的書 因為 今天你看不懂 他早就告訴你 你看不懂的啦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我能跟你講的都不是道啊 都不是道啊 那你還 你還什麼 然後最後一句話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我個人有個人解釋老子的方法 但是這個就暫時先不講 我的一個笑話版的老子 我就講一個頭 各位知道老子這本書怎麼形成的嗎 傳說中都是老子是周朝的圖書館館長 住下室 然後住下室他退休了就要出關 我覺得這故事本身就很奇怪 為什麼退休了要出關 到鄉下買別墅嗎 為什麼不住在城裡 我住在哪裡為什麼要出關呢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大的疑惑 總而言之後來就有說老子騎著輕牛出關 照當時標準大概現在大陸叫大奔呢 Mercedes Benz大的 輕牛嘛對不對 這道家後來就把老子講得很神啊 輕牛出關 然後要出關的時候呢 被這個管這個關口的人 就現在的海關啦 被管這個的 就給攔住了 你的台包證呢 你的入台證呢 反正就是這個東西 護照呢 老子說沒有 他說你誰呢 那我知道你誰呢 我說老子 反正老子不管是國語普通話 或者是國語普通話 或者是台語都是老子 我是你老子你不認識嗎 就這樣講 當然有時候是講老子啦 但是你為了要讓這個模糊一點啊 佔他一點便宜 你就說我是老子 你不覺得奇怪嗎 莊子姓莊啊 孔子姓孔啊 孫子姓孫啊 孫子姓孫啊 老子姓老嗎 並不姓老啊 那他為什麼叫老子呢 不叫李子呢 你以為會是一個水果嗎 我們孫子都被人家罵到死 還不是孫子兵法 了解嗎 所以老子的這本書 姓李的人 竟然出書叫老子 你不覺得這裡面 大有玄機在嗎 這人厲害啊 不要小看這本書啊 只有那個八十一張 總而言之 所以這個管轟�� 那你誰啊 我老子啊 怎麼證明你是啊 那你得留下一點東西啊 證明你是啊 你寫點東西吧 那老子就說好吧 那我就寫個五千言老子 就留下了 剛剛就寫了一個類似 就是毀過書之類 寫完了就出關了 你想如果 不要忘了我們現在用幽默模式來想這個問題 你不要太嚴肅喔 不然到時候你就寫信給我說 你根本就是亂講老子歷史不是這樣 我送一本中國老子史 那本書我有 別送我 我先告訴你 好 那你想老子在這種情況之下寫的老子書 他能不開你玩笑嗎 你要我寫可以呀 我講給你懂嗎 你這個官員你就是要收錢的嘛 你以為我聽不懂嗎 老子以前說了我們這種人沒東西可以送 就送你幾句話吧 孔子去拜見老子的時候書上都記載啊 說哎呀這個有錢人是送人家禮物 我沒錢我送你幾句話 就把孔子罵了一頓 那幾句話仔細聽都是罵人 你有機會上網去查 總而言之 這是我發明的老子的故事 莊子就不是這樣啦 莊子都開自己玩笑 開了非常多自己的玩笑 開了最多的玩笑呢 就是第一個 我就隨便舉例啦 因為莊子裡面故事太多了 我覺得這人基本上就是一個愛說故事的人 又愛拿自己開玩笑的人 說什麼我哪一天我死了 我太太會拿那個扇子來扇焚啊 因為焚乾了他就可以改嫁啦 你們這很搞笑嗎 哎呀你們不結婚 你們不知道啊 那尤其男同學不要說老師沒教你啦 或看電視的這個 這個男的觀眾 哪一天你跟太太吵架 然後這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覺得 這女人 哪是不是就希望我死 然後就拿著那個三分三分拿著我的贊養費 然後就嫁給另外一個小白臉去了 這是我們男人 爺們兒的想法 你爺們兒帶也類似想法 誰知道 反正別忘了這是吵架 吵架的時候要用吵架模式來思考 懂嗎 吵架你還用正常模式思考 那你吵個屁架 吵架 好嘞 所以呢 莊子怎麼樣 你上Wookipedia 你大概查到會比這個多一點 道家後來叫做南華真人 真的是 真人啊 真人不露相了 真人 好那莊子書分為內篇外篇雜篇 通常 大家都認為 內篇是真的 外篇雜篇是假的 因為呢那裡面的理論太怪了 想法太怪了 我覺得哎呀 你在乎這幹嘛 念老子念莊子就不要在乎啊 你在乎了你就不是念這本書的料 不過 如果你有真心想學點莊子 我們那個台大開放式課程 叫自如性行銷 台大開放式課程有金家錡教授 所開的莊子的課 你可以去看我以前也看過 金教授講課非常有意思 他的解法也讓我這樣 真的嗎 就是會這樣掉了下巴的解釋 我覺得解釋蠻好 那一般人講莊子都講得 太飄逸了 我覺得那個很多在講書的人都在講自己呀 莊子是怎樣你不知道啊 講的都是他裝出來的那個 那個莊子 懂嗎 好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莊州夢蝴蝶 別忘了 我們是在幽默模式下看這個 不是文學院模式 好他說習者 這個在前面有說以前啊 莊州夢為蝴蝶 在日文的話就是 目前目前 從前從前 習者 莊州夢為蝴蝶 許許然蝴蝶也 他就覺得自己就活生生的是個蝴� 蝴蝶 自欲 視之欲 我就該是這個樣 這就是我該有的樣子 不知周遠 誰 誰是莊州啊 誰呀 我不就蝴蝶嗎 像得了失憶症 這跟韓劇的劇情基本上是吻合的 韓劇都處於這種莊州劇情 鵝然絕會有一天 恢復記憶了 這也是韓劇裡面的一個轉折 不是嗎 則屈然 屈屈然周遠 哎呀原來我是永俊啊 就覺得自己 終於知道自己是誰了 永俊嘛對不對 多有名的人啊 不知 周之夢為蝴蝶與 蝴蝶之夢為莊州 我不知道到底是蝴蝶夢莊州 還是莊州夢蝴蝶 我說這話簡單啊 好你看他先講 周與蝴蝶這必有分移 此之為物化 這個我們現在社會學講物化完全跟這沒關係 但那兩個名詞這裡有 他認為莊州夢蝴蝶跟蝴蝶夢莊州一定有分 這個答案簡單到不行 這一定是莊州夢蝴蝶 為什麼 因為他出在莊子這本書裡 如果這本書叫蝴蝶 那就是 懂嗎 中國每次出現蝴蝶都很厲害 中國人的那個形象跟蝴蝶很大的關係 你知道梁山坡豬心臺的故事嗎 你畫兩隻蝴蝶 大家就知道這是梁山坡豬心臺 原來梁山坡豬心臺上沒有蝴蝶的 沒有蝴蝶的 胡適後來寫一首小誓啊 然後大家就猜啊 這是不是他講他跟誰啊 兩隻黃蝴蝶 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 一隻乎飛還 另外一隻也無心上天 因為什麼天上太寂寞 什麼廣告的 後面就亂寫了這樣 完全不好聽 蝴蝶啊 所以現在講到蝴蝶在中國華文化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莊州夢蝴蝶 梁山坡夢蝴蝶 胡適講蝴蝶 然後再跟張學良在一起的一個還蝴蝶小姐 以前的一個明星 都不得了 在西方呢出現蘋果 那就是改變歷史大事 牛頓在蘋果室下 一直被打 地吸引力 你看 打火 就打開了你知道嗎 然後白雪公主跟他媽媽 搞的是什麼 蘋果 亞當夏娃 蘋果 所以中華文化 就是蝴蝶 西方文化就是 懂嗎 這時候看電視的人一定回答 蘋果 懂嗎 你們這人太沒那種 參加演唱會的經驗 這樣對不對 我愛你們 對不對 就這一套嘛 不是嗎 你覺得真的 上你們課很沒勁 你知道嗎 我要是跟五月天一起登台 我又是怪獸的老師 今天教師節 我們請到特別嘉賓是 好好好 SHE 不是 SUN啊 誰啊 孫啊 孫老師啊 然後馬上就全部冷掉這樣 然後急凍人呢 就這樣 然後就馬上就 Michael Jackson就這樣 就起來了嘛 對不對 我們歡迎孫老師 然後我就站在台上 各位我們現在來上愛情社會學生 又開始這樣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拿出那個牌子一些 孫老師我愛你 孫老師教學快樂 你比孔子還偉大 這都是我花錢過來的 懂嗎 然後鏡頭就照著一掃 不得了 對不對 這是我的幻想 跟莊州夢蝴蝶差不多 懂嗎 那這到底是五月天夢孫老師呢 還孫老師夢五月天呢 好了 那個要這次呢 增加了什麼郭相的柱啦 這個什麼 成玄音的樹啦 古代人啊 花很多時間去解釋這個 我真的覺得 念莊子也要那麼累嘛 The great pretender 別那麼累 好了 36頁裡面有另外一個故事 哎呀這故事真的是 你讀不懂就算啦 你讀不懂嚇出一聲冷汗 好了第1個36頁 南海之地 這個莊子講話反正都很誇張 南海之地叫做什麼呢 有人說叫做念樹 有人說念書 有人說念俗 就差三聲沒有人講 莊子這種 租英符號 我看完看一本書 一本書講說這次該念什麼 都快氣瘋了這樣 所以隨便你念 因為後來中文有這個 樹呼這個詞 就表示很快的意思 轉眼之間的意思 那樹又可以改成另外一個樹 總而言之 不念黑 不念幽 OK 南海之地呢 叫做 我就念樹好了 北海之地呢 叫做呼 莊子很會玩這個遊戲的 南海北海 那中央之地呢 叫做餛飩 如果是大餛飩 那就是溫州來的 我們在台灣都習慣溫州大餛飩 你到了溫州去聽說沒有溫州大餛飩 我在紐約的時候 沒聽過紐約披薩 我到伯克萊去禁修一年 伯克萊有紐約披薩 我說這什麼東西啊 紐約披薩 我說我在紐約住過 沒這個東西啊 你知道嗎 這很奇怪的事情 沒那個東西啊 沒那個東西啊 這沒那個東西多了 我們都 我以前都以為牛肉麵是大陸傳來台灣的 還發現 以前大陸沒有牛肉麵 不是四川牛肉麵嗎 不是山東大饅頭嗎 你現在知道什麼叫發明的傳統 或者想像 你要到美國去吃 吃完中餐以後 他給你一個餅乾 然後剝開有一個千魚餅 那個在台灣 叫Fortune cookie英文 那台灣從來沒紅過 有一陣子有些商人要引進 說這個竟然在國外那麼紅 那我們就引進回台灣吧 尤其呢那個 連那個 在美國的Fortune cookie 有的還有那個樂透號碼 你可以 打開你的Fortune cookie 你可以去照那個號碼去簽 那萬一中了 你就很高興 那不中就算了嘛 反正是一個 一個遊戲嘛 台灣那時候引進了 再包含登一大半廣告 我還看到 說要引進Fortune cookie 沒有人理呀 在台灣就沒有人理呀 大陸也沒人理呀 Fortune cookie 然後老外還有一個 在老外的中國餐館 一個叫雜碎的食物 雜碎是我們用來罵人的 在美國變成食物 我要點雜碎 你不用點 你就是 這 這不是罵人嗎 你覺得 我覺得都是 華工當初去蓋鐵路啊 生氣了 就乾脆開一個 就開一個老外玩笑 這東西好吃 對呀 就是你嘛 You are what you eat 雜碎 酷呗 有時候窮人呢 只能用靠這個來反駁啦 美國人聽了別生氣 也別入侵敘利亞 OK 中央之地為混沌 那都南方 南方北方中央都有 東方西方沒講 你看這故事 東方西方是誰呀 幽默模式你就別考慮這個 你考慮這個就沒完了 你還上方下方呢 好了 樹跟乎呢 石 相下於 混沌之地 常常到他那去 磕瓜子 吃瓜子 咸磕牙 我這到北京去 有趣啊 他們在餐廳 在等的時候 給你一盤南瓜子 然後給你一壺水 你在外面那邊一邊等 然後就像那個 就像那鳥一樣 就吃那瓜子 然後瓜子掉了滿地 餐廳在等的時候 台灣餐廳在等的時候 給你一個號碼牌 有給你一盤瓜子嗎 沒有啊 有給你一杯水嗎 沒有 對不對 就像你在頂台風門口等 說你等一下等著叫號 你就看一下 你就跟醫生看病很像 365號365號 四位四位四位 我在北京一看 你們等吃飯是這樣 對啊 嗑瓜子先嗑牙嘛 這樣大家可以聊天嘛 他不會覺得很浪費時間 我們在台灣你要等餐廳 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你幹嘛 你覺得每一個人在那邊 Candy Crush 糖吃太多不太好 殺太多也不太好 好嘞 相昏相生之地 餛飩待之甚善 對他很好 這根本就講故事嘛 數與乎呢 謀抱餛飩之德 這倆人很有情意呀 想說人家對我們那麼好 我們一天到晚 吃人家喝人家的 也不是辦法 我們總要回報一下 你看這不是就白話文嗎 這數跟乎 就想了說 人皆有蹊蹺以視聽實習 人都有蹊蹺啊 這樣才能聽啊 才能看啊 才能聽啊 才能吃飯 才能呼吸啊 別忘了 這是什麼 人 餛飩是不是 人 人有這個餛飩不是人 他要這個幹嘛呀 就像各位啊 送禮物啊 如果你真的要送 你得知道人家需要什麼啦 這學期最後一堂課 考試 考試的時候呢 你得送一個禮物 100塊錢左右 我這個制度已經實行多少年了 我就是要看各位怎麼樣像束膚一樣送禮物 你要送混沌什麼禮物 有的人就送自己喜歡的禮物 其實你要買給你自己的 有人不是 有人就送7000在促銷的禮物 剛好99塊 你們跟束膚的差別有多大 沒多大 禮物要不能送到新坎去 別送 我們中華文化已經失去送禮的這種 藝術 只有賄賂的藝術 日本人就很會送禮 日本同學別誤會 別誤會說老師在這公然所惠 不是 日本人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這樣講錯你要更正我一下 我的學生到日本去念書 去租房子 租到了房子 還要多付一筆感謝金 說這是 感謝 我說啊 不然你送老闆送房東什麼禮物 交學費要送一筆感謝金 你現在學費裡面有一筆感謝金嗎 沒有台灣沒有這種事啊 日本有嘛是不是 那個同學 你沒聽過你念書的時候不用交感謝金 那我們台灣同學被騙了他 他念東京大學 感謝金連租房子都要付一筆感謝金 你沒聽過 什麼叫可能有回去查下禮拜告訴我 這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這很嚴肅的問題OK感謝金你知道意思啊 好 然後那以前有日本學生不知道怎麼反正被介紹來了認識我的 下次來見我全部都帶伴手禮 每一個沒有一次例外 我的學生沒有一次例外都不帶東西 來看老師就最大的心意 有一次我還開玩笑說 說那時候老師喜歡吃蘋果 我問你知道老師喜歡吃蘋果連帶都不帶 老師蘋果那個有打蠟對你身體不好 我可以削皮啊我 所以你看我們那時候學生正直啊你知道嗎 眾人進了政府啊只會令人討厭 懂嗎 對不起啊 以上純屬開玩笑 別忘了這門課是幽默社會學OK 請大家不要太嚴肅看這事 好了所以人有蹊跷以視聽實習 這沒錯這前提沒錯 但是混沌是人嗎 懂嗎你要送人家禮物你喜歡的但他喜歡嗎 你就算喜歡某個樂團他還不一定喜歡你這個樂團呢 你要罵小豬羅志祥人家馬上把你罵回來不是嗎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問題嗎 你喜歡的別人喜歡嗎 己所不欲物失於人己所欲就可以失於人嗎 他這個邏輯就是我喜歡你就可以給你 因為我對你好啊 所以此毒無有 混沌老兄竟然沒有這個東西 嘗試鑿之我們替他挖七竅唄 好心嘛對不對 非常好心啊 日鑿一竅 七日混沌就死了 人家七天上帝休息了我們七天那人就死了 這故事結束了 哭到不行啊 就很多種解釋啊 一個解釋說混沌再也不混沌了因為他開竅了 新生了 Newborn OK 那這是一個好的意思啊 各位都 各位在上課之前都不了解幽默社會的什麼 唸完七天以後 哎呀還得了久久還揚啊 你馬上就開竅了 你就知道這世界有很多那個然後你出去就不是一個不一樣的人 這個某種程度是好的意義啊 另外就我找你七竅以後你就死了 你再也不是越南那樣了 你也不再純真了 你被這社會就污染了 你就被孫老師給污染了孫老師講亂七八道笑話 顛倒是非 混淆經典 混沌呢 所以這故事有很多你可以體會的地方 有人覺得 不要這個 不要這個擅自做主張要聽別人的意思 這個故事可以反映出很多你的想法 跟你的成長 所以我 你們就聽聽看吧 將來還有 可能還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解釋 另外一個呢 你一定念過的 大家是中華文化影響 沒有人不知道這一段的 可能連西方人都知道 這應該太有名 莊子跟惠子的故事 莊子跟惠子呢 那惠子很愛變 我最好奇說如果莊子 或者惠子碰到孟子 這兩個人是不是就打起來 把兩個人關在一個屋裡面 只有一個活著出來 可能都不會有人出來 兩個都死在裡面 都舌乾純躁而死 好了莊子跟惠子 由於好梁之上兩個人 就像我那時候去逛 遺和園 天哪 同學你沒有想像那個遺和園有多大 上面可以練海軍的 我們在台灣這是夜郎國 我至少是夜郎 我是遺和園啊 好吧那走一圈吧 走一圈 有一個人就跟我說你知道走一圈走多久嗎 他有一天真走了一圈 走了四個小時 我們最後一圈四個小時 你走幾圈了你自己算一下 我就用最後一圈來想 遺和園你想這有差多遠 各位同學家有機會去 你準備一下 我看你能不能超過 三小時五十九分鐘 好吧 你就贏了 他走了四小時 你想像不到的大呀 真的是想像不到的大呀 真的是 然後真的是清風徐來呀 坐在那船上 舒服啊 那天我去北京的時候天氣最好 好他們在由於好糧之上 你可以幻想 兩人很快樂在那邊 也不是談學問 不是兩人窩在廚師館裡面佔位置 背英文單字 不是這種事 庄子曰 庄子曰開頭講話啦 這誰講誰先贏啊 懂嗎 就像下棋一樣 誰講誰先贏 這個呢 字長得跟那個字很像 對不對 可是這個字呢好像不念樹 有的樹要念油 我就不念了 隨便你念個X好了 X魚出油從容 好呗 我也不知道該到底該念什麼 這個書說那個 那個書說這個 誰知道 X魚出油從容啊 是魚之樂也 哎呀這魚真快樂 你看牠那樣 就一個快樂樣 我順便打個岔 認為狗會笑的同學請舉手 好認為狗不會笑的同學請舉手 好嘞 我希望你們剛剛舉手的不要到時候打起來 我在認識我太太之初 我基本上認為狗是不會笑的 開什麼玩笑狗會笑 我太太堅持狗會笑 是啦是啦 那時候女朋友嘛 女朋友說什麼都是 懂呗 男同學不要說我沒教你 這堂課雖然是幽默的社會學 我還是會走私一點愛情社會學 我們男人在追女朋友的時候 什麼不都說是嗎 懂吧 這好像卸了底了 以後男人就很少用這招 啊狗會笑 我說啊當然啦狗會笑 他就反問我說你怎麼知道他會笑 你不是說他會笑嗎 他會笑就會笑你說了算嗎 這是我的OS 當然在交男女朋友的時候 我們男人就要顯著說我們是有智慧的 我們沒長相的人就是要靠智慧 懂吧 有長相的人靠長相 沒人知道你有智慧 沒人在乎你的智慧 你漂亮就沒有人在乎你的智慧 你要是不漂亮你就要有智慧 懂嗎 記住啦 不要說我沒教你們啊 男女都一樣 都要有智慧 你就得馬上想啊 狗怎麼笑啊 這後來我為什麼說蒙娜伊莎到底笑了沒 我說因為我開心所以我看他笑 哎唷 我覺得裝子都不行啊我 I'm very 裝子 OK 英文是這樣講的 I'm very pretending 對 你看 他說那我說記住啊這招很重要 看你那招一定要學會 用反問法 懂嗎 用反問法萬無一失啊 你說那你怎麼覺得狗笑呢 懂嗎 這樣這個也是自己的污知啊 把球丟回去讓他打 然後他就當然會打得就很得意啊 就覺得這球殺過來 覺得殺給你這樣措手不及 他沒看他咧著嘴笑嗎 咧著嘴笑 你回去啊 沒人的時候把鏡子這樣 咧著嘴一下 現在咧著嘴太難看 太無恥 你就回去記住啊 今天晚上刷牙的時候 就把自己都這樣咧開一下 像那個那個 蝙蝠俠裡面那個 自己嘴化很大那個 他說就咧著嘴笑啊 我說啊 對對對對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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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嗎 會有太太發現 你根本就不知道狗會笑 一直到最近我養了狗 狗真的會笑 真的 你爹的嘴一定是啊 還有腰尾巴 他不像我們人啊 有什麼 這個肌肉啦 牽動嘴角的肌肉啦 沒那麼複雜 那Duchenne Smile 我們家有威威狗Smile 威威狗是他的名字 OK 會笑的啊 高興的時候你看得很清楚 那尾巴搖的 看你回來 高興的蹦的跳的 然後 早上起來 你還沒起床了就有人在舔你的鼻子 這樣 酷呗 好來 回到這裡來 這雨啊真快樂啊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是你心境快樂 你看誰都快樂 你談戀愛的時候啊 你喜歡的那個人跟你說yes I do啊 度到不行啊你快樂到不行啊 懂嗎你看誰都快樂啊 你看天空都是 連下雨天都覺得浪漫 你要是心情憂鬱啊你就覺得 到處都提醒你啊 人生有什麼意義啊 這就是心隨靜 靜隨心轉心也隨靜轉之互動 好了所以莊子是這樣的 應該是 惠子就說啦 就這樣愛辯論嘛 子非魚安之魚之樂 你不是魚耶 你怎麼知道魚會很快樂 莊子就說 子非我 那開始跟你玩了嗎 你要辯論嗎 那我們來 那你又不是我 我不是魚啊 你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我 快樂啊 別討論 莊子就說 請尋其本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两个从头再把这话讲一遍 就倒带的意思 从这里对不对 从几分几秒开始 子曰如安之于乐 你是问我怎么知道于乐 云泽表示你已经知道了才问我 我知之豪尚也 我是在豪尚才感觉到 这里关键在哪呢 在知在这个安这个字 所有的关键就要这个字而已 知没问题 你怎么知道于乐是不是可以知 安之就是英文的how how可以说你到底怎么知道 然后也可能是whare 你在哪里知道 我就在豪尚知道 所以问how的问题 他用whare来回答 你怎么知道 或你在哪里知道于很快乐 我就在豪尚看到的 不是跟你一起看到的吗 你说什么哪 屁 不就类似这样子吗 就把这个 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 很多逻辑老师 一定要把这个当成逻辑问题 就把生活中的乐趣给搞垮 这根本就是一个好朋友之间 斗嘴看谁厉害的问题 就这么的回事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真正的关键就是安而已 这安本来就是模糊的 很多那个幽默或者是笑话 就是在那个模糊可以做好几种解释的时候 他做了一种解释 我今天想到一个笑话 没讲 如果这个笑话还可以 都满18岁嘛 好 这笑话是这样 两个同学呢到图书馆去念书 一个人讲义比较完整 另外讲义不完整 两个人在那边看 然后一个男同学就说了 哎呦 35页我下面没有了 那女同学可以顺着那模式 那我这边有36页 然后借你看 这就不是笑话 对不对 如果女同学说 哎呦 你下面没有了 那你怎么没进攻呢 这就是笑话模式 35页我下面没有了 下面没有了 某种程度完全没有双关嘛 下面没有了嘛 是讲讲义嘛 不是吗 这是一个逻辑嘛 所以你说我借你看 这就没有笑话了 如果你把这下面没有了 当成是那种什么太监入宫了 那就是另外 就创造了一个笑话 不是吗 这就是他利用那个的奇异性 ambiguity 可以这样解释 也可以那样解释 脑筋动得慢的人 都只有一种解释方法 脑筋动得快的人 有时候两种到三种以上解释方法 所以有的笑话是有第二波的 像tsunami一样 那个真正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以前上军训课 军训课是世界上 极度无聊课里面的极致 非常无聊 还得穿制服 然后在下午一点钟上课 那个大家都困到不行 那军训教官也知道 所以呢第一堂课好不容易上完了 反正呢很奇怪 上课的时候你绝对没精神 下课的时候你绝对有精神 就跟小朋友一样 该上课的时候他一定起不来 放假天他马上就起来了 妈妈妈妈妈起床了 我们赶快出去玩 你看所以他睡不醒不够吗 别闹了 这心情问题 anyway 教官第二堂上课 哎呦还在上 上三堂课呢 军训啊多无聊 然后教官说 教官上一堂课有那个教编嘛 我们现在都没有那个东西 教编 然后就这边有个讲台嘛 教官就说 我那一根呢 别忘了 我们军训课都男生在上 这男生脉络 结果呢大家都不宜有他 谁精神认真听教官在讲嘛 结果呢就有一个同学就说 教官你那根在下面啊 就那讲台下面啊 这也没有人了 后来大概五秒钟以后 爆发第一个笑声 然后就像除那阿民一样 全班大笑 最后连教官都笑 别忘了这是纯男性场合 然后是三十年前 现在这个大概就有点性骚扰的嫌疑 那同学就别人没有好过了 这骚扰教官这样 可是这整个过程就这样 就那几句话啊 我那根呢 教官你那根在下面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同学会 每个人都还记得这件事 男同学 女同学觉得你们男人很无聊 是 军心课很无聊 我们也映造出那个无聊 真的很无聊 不然的话你这句话 不会有那么好笑的啦 你们现在都不会觉得那么好笑 对不对 因为你们现在生活比较有趣 我们当时生活很无趣的 很无趣的 好嘞 所以这个笑话的一个关键 常见的是那个 接下来呢是讽刺孔子的 我们既然讲过孔子 就稍微讲一下 孔子呢 这个庄子这是故事 这不是真实的事情 孔子既然被儒家看了 那么伟大 当然庄子就想开他玩笑 开他玩笑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柳下慧 在孔子这个 那个儒家里面 柳下慧是一个圣之亲者 这个人不得了 我们最常讲的说柳下慧 坐怀不乱 那女人坐在她大腿上 她都不会有反应 你看这人扬威成这样 这是一种说法 以前我们说柳下慧扬威 不然女孩子坐在大腿上 她怎么没有反应呢 这也是一个现代人想象 所以说这个道直 这个字念直 这个字没意义 念直 就是那个一个竹 一个石头的那个道直 说道直是柳下慧的弟弟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一个哥哥那么神色 然后弟弟就那么烂吗 那这个道直呢 特别要讲的是在第38页这里 道直是一个大道 他非常不爽 对这个世俗的人意非常不爽 他说你看38页第二段 我这就没有详细了 说世俗所谓智智者 就大家都认为是个圣人 或者很有智慧的 有不为大道击者乎 所谓智圣者 有不为大道守者乎 那些人跟大道怎么比 跟我们这种做道的人 然后就有人问他 道义有道乎 这是我们现代的成语 道义有道 对不对 就你做黑帮 你都得有一个守一个道 就表示你还是有一个伦理法则在那 直曰当然有啊 何事而无有道也 做什么事没有道啊 你看我们呢 有福妄议事中之常 你要去偷一个人的东西 你得去猜这家人是有钱没钱 圣也 你看这非圣人 你完全猜不着的 这当然是 断章取义 隐喻失忆 然后呢第二个 进到人家的房子里去偷东西的时候 先进去 这就是勇 勇也 入先勇也 离开的时候 我殿后 我看着大家都离开 我才离开 义也 所以有圣 有勇 有义 然后呢知可否 至也 我要知道这家可偷不可偷 这要靠智慧 你看我这需要智慧 然后呢 分赃的时候要平均分赃 人也 这比较对着大家都一视同仁 你看 所以呢 五者不备 而能成大道者 天下未有也 你圣人提上的这五个东西 我全部都有 我今天混成大道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 这个让儒家气到不知道该讲什么 你强词夺理 然后呢 他骂得最凶 所以你看啊 这接下来的 比那些人 窃勾者诸 你去偷一个小勾 他就觉得你是小偷 然后就把你杀了 罚你几十大百 然后那些窃国者呢 竟然当诸侯 你说这有道理没道理 我犯的事情那么小 影响的人那么少 我犯的 我得到的处罚那么重 然后这些人呢 这欺骗天下人 结果他竟然当诸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纯焉 这就是诸侯之门有仁义 那仁义都是骗你的 都是假人假义 到现在为止有些对这种 尤其青少年期 对这种世俗道德不满的小孩子 特别容易产生这种道直的心理 他觉得大人是个虚伪事件 都假的 都骗人的 你们老师 尤其老师 老师满口仁义道德 你们做的事情是真的仁义道德 爸妈讲的满口要做什么样 结果这爸爸欺负妈妈到这种地步 你这大人世界不是个骗子世界 你们是什么世界 所以青春期的时候 很多小孩会对这个世界 对学校 特别他的世界 就是家庭跟学校非常不满 尤其要是家庭夫妻 爸妈关系不好的那小孩 成长的时候会很困难 因为你认知的世界 跟你生活 实际的生活世界 差距太大 你在唱大家的什么 人家家庭都美满 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 你发现你就没有啊 你没有啊 人家家有你没有啊 人家在过中秋节一家和乐 你们家在那边吵架 在那边这个 你没有啊 人家都喜欢放假 喜欢回家 因为家里温暖 你们家没有啊 那你教他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 如果再上老师又不关心 同学又看不起他 他功课又不好 那这种小孩能够活得正常是很困难的事情 大人都很困难不要讲小孩 所以道直这个心理 我觉得常常儒家说 你看这是根本就强词多理 不要念他的东西 这这这这这 我觉得这种心理 你要是不重视的话 你根本就不了解 世界上有些失败的人 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都很 那个 然后道直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39页 虽然不是同一篇 但是故事是类似的 反正呢孔子跟柳夏威是朋友 然后他发现他弟弟竟然是大道 孔子就很大方的说 没关系我去劝你弟弟走 你走不要走这条路 我劝他改邪归正 就去劝孔子 然后这段比较这个 39页这里 这比较粗黑体的地方 此服鲁国之巧味人恐秋飞鱼 看到他说你是不是就是 就是鲁国那个家伙 巧味人 巧味人换成前一阵子的政治术语 叫做干脚郎 台语 谁谁最干脚这样 这个某人骂某人 然后某一个党的某一个人骂另外一个人 然后变成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这样 你是不是这干脚人恐秋啊 为我告知 你跟他讲 耳座依照鱼 妄称文武 你根本就是欺世道明骗人 我的欺骗社会学 这段就一定要用上 从别的立场来看 贯之木之贯 戴死牛之鞋 你看你穿的 多词谬说 看你说的 不耕而食 看你吃的 看你那个 你都是 摇唇骨舌 善生是非 讲的就像现在名嘴 我们看名嘴就这样 不是吗 然后呢 以迷天下之主 你根本就 你们这群人 根本就是欺骗那些当权者 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 妄作孝涕 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 子之最大吉重 最大吉重 吉走归 不然我将以子干 以咒谱之善 意思说我就杀了你 把你干来做鵝干酱 我跟你讲我就吃了你 孔子的弟子子路 在历史上记载 他最后就被杀了 因为他被杀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跟人家斗武的时候 帽子的那个绳子断 他就绑好绳子才要斗武 开玩笑 我是孔门的人 能够服装不整 去跟人家斗武 结果就这样就被杀了 杀了还不是被杀了 他被剁成肉酱 狠呗 被剁成肉酱 孔子那时候刚好在吃饭 然后看到那瓶肉酱 就吃不下去 这历史有记载 很惨哪一天 虽然是被做成果酱 你都不敢吃 好啦那这个 他反正最后有一个地方 我现在一时找不到 他说你们都叫我道直 我叫直没错 但我怎么是道直呢 那姓孔的 你怎么不叫他道秋呢 他这样欺世道明 讲得真真由此 所以历来儒家 一定要说庄子这是假的 讲的是真的 怎么说服人呢 因为确实有些人啊 不认为你的东西 你的道是真的啊 你根本就是假人假意啊 这当然有幽默反奉的意思在里面 如果你不从这方向读 你就会变成对这世界上 非常愤恨 愤世忌疏 你就会走上另外一条路 你的黑夜会比白天更长 如果你这样看 那如果你从一个警示的模式来看 你就知道你真的要做什么事情 真的不要假人假意 你真心相信 真心去做 那个诚心会让人家知道 是鼓励同学 这话不是叫你去 反恐啊或干什么的 我觉得鼓励同学 做人要正直 这是最重要 其他的没什么要说的 那这堂课就先交到这里 好